你知道我去做了一個 我跟我老婆做了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 譬如說我去點這個東西 譬如我點這個蘋果 它會叫Apple 它會出那種聲音 點毒筆 對 點毒筆 那個筆不是我去買的嗎 你好弱 你講完之後 我說點毒筆 我買一個筆 我買一個筆喔 那你點毒筆 好嗎 點毒筆 你不要管我 他在做在互動 他在創造互動 對 老實的本人 真的對不對 不是 你要聽我講 這個東西 我不是去買的 你自己做 我自己做的 我們去買那個錄音筆回來 然後去貼那個紙 就是他可以去 負責貼那個紙 可以跟這個有感應 跟香蕉有感應 跟什麼有感應 譬如說他會知道 點到這個蘋果就是Apple 點到香蕉就是 那你買點毒筆就好了 對啊 常常看我們節目都知道 我們要常常陪孩子玩對不對 陪伴就是 對他成長大腦最好的幫助 就我們這些專家說 陪伴最重要 於是很多媽媽 那我陪他看電視 看他可以 這麼快就墮落了嗎 中間有一個掙扎器 掙扎器 掙扎器是很努力的想要陪他 走 寶寶 我們來玩這個好不好 爬走 那我們來看書吧 死掉 對 那我們也來冰冰塗吧 對 然後他就把他放在嘴巴咬 不要吃 是不是最後還是打開東風 我今天有台開香蕉哥哥 那是他媽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他 進來現場的意思嗎 好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這個 不能只是講原則 我們要教大家招數 所以其實今天就跟他講說 用什麼方法 然後可以不用花太多錢呢 然後呢 就可以避出新招 讓小朋友呢 跟你呢 每天過得快樂的日子 哇 親子很和樂 仇言很協調 感覺下一個要玩一個麻將嗎 請問你都跟小孩玩什麼 嗯 就是盡量就是他喜歡都陪他玩 但是我覺得他喜新厭舊的程度 我不知道有沒有任何媽咪的孩子 跟我一樣是這麼誇張的 你知道那種 你看到他拿到新玩具的表情 是那種如獲智寶 哇 眼睛八卦 然後 謝謝媽咪 謝謝爸爸 然後大概15分之後 你就發現那個東西 就被丟到腳 就被丟到腳 然後 小孩都三次 對 然後問他說為什麼 他就說 我想要玩這個 他就轉移注意力 然後呢 我就擔心說 以後如果他交女朋友的話 哎呀 我倒要摸了善 然後呢 他在兩歲的時候 我幫他買了這個玩具 因為想說 媽咪都要培養他的韻律感 請問一下 那個球跟敲的呢 先收起來 我懂 因為是 可能是謀殺的工具 妳先收起來 我是不見的 你知道為什麼 先在小底下 對 因為 因為這個東西怎麼玩呢 就是 妳這樣放進去 然後木球 咚咚咚咚咚咚 他不會這樣看 他會有聲音 對 愉悅的節奏 可是我兒子咚咚咚 10分鐘之後 哎 媽咪 蹦 然後 好痛 這什麼好意思 還好他兩歲的時候 力道很大 然後我一發現覺得不得了 想說他應該不會再試一次 咚 哇 電視機那邊 對 我說不行了 讓他再大一點一定有問題 不 你要想他以後就是王建民啊 是哪裡啊 妳真的是很老 很老的 妳玩了耶 真的啊 所以我應該趕緊把球在那邊 他要找出來 所以我就趕緊把這一組收起來 可是玩了沒幾次 他就不玩了對不對 那我有好奇 那後面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自製的東西 OK 因為他在三歲的時候 就變成很迷那個小火車 湯叉叉小火車 然後這是一個小軌道迷 然後我就發現 這東西不是長得很像軌道嗎 對 真的很像 很像軌道 然後我就可以讓他這邊滑來滑去 還有音樂 然後這個是雙面膠的膠帶 一邊我貼了白紙 所以這邊是沒有黏性 只留了一小段是有黏性的 然後開始貼 OK 怎麼貼呢 就這樣子 哦 這樣子貼 然後 這樣很像洗車場耶 對 我幫我一直在想這個事情 這老公太少了 不是你老公中車的毒 你也有中車的毒啊 反正就這樣 然後呢就可以讓他譬如說 這樣子 然後穿越到火車裡面 就有那個滿足感 而且呢 這個東西還可以這樣子玩 就是我把這個東西架著 就這樣 哦 其實這小朋友是很喜歡這種身上 然後又軌道又穿山洞 哦 但這大概撐了 五分鐘 五分鐘 有啦 有兩天 哦 真的喔 兩天 那還不錯啊 不錯 本來這已經是放在倉庫裡面 藏起來了 對 所以我後來又發明了一個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 更好玩 而且就是全家可以一起玩 哎呦 而且還可以鬥智的 哎呦 好 來第二段看看囉 合你的新招是 這個 彈珠 彈珠 對 大家可能覺得說 欸 彈珠能玩出什麼玩法 嗯 其實仔細研究一下 真的很多玩法 首先就是準備一個 就是彈珠 而且彈珠有大有小 大大小小 大的可以害人啊 等一下你就知道 好 教一下 那個水就是一點點就可以 不過這個是不是要幾歲以上才能玩 因為彈珠 是 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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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只要這個大小小於那個捲筒衛生紙的洞 通通都是三歲 三歲 好了解 三歲一下你可能要一直盯著它 哦 對 千萬別吞下去 千萬別吞下去 你們都挖出來 對 然後一個杯子 哦 簡單 嗯 家裡的這個麵紙呢 大概你就是把它弄個三張 它不是一張會有兩層嗎 對 多抽個一張 OK 增加它的韌性 嗯 OK 兩張橡皮筋 這好像玩唐柏虎點秋香的遊戲 哦 很像哦 然後套 這樣瀑布年紀了啦 好難說耶 最好你們沒玩過啦 那你竟然不要浪 接下來這個很重要喔 你套橡皮筋進去的時候 記得壓一點點的 壓一點凹度 哦 對 好 然後呢 用手指 嗯 隨便你要幾根手指 OK 弄絲 沾一下 沾一點點 弄絲一點點 對 好 這樣可以 然後 然後呢 欸 我們要看就是 你要拿幾顆彈珠 這個牌是什麼 這個是布克牌 布克牌 或者是你家裡有任何的數字 譬如說小骰子啊 只要弄出數字的都可以 哦 我看你骰到幾顆就對了 我看你抽到幾顆 好吧 誰要先抽 他 我先抽來 你就有第一張吧 3 3顆 好啦 我先放啦 3個小的 沒有太快 好 好 哈 我要最後嗎 我當然啦 你自己發明的遊戲 那你真的還滿久的對不對 是啊 那我來玩 我剛剛沒起來嗎 哦 一顆 一顆耶 那當然就是那個 等等等等等等 搞不好就那一顆 等等 就差不多了 我跟你講我夠重明 我放旁邊它不會破 滾下去破 是這樣嗎 好緊張 誰要讓我抽 這好緊張喔 你自己抽吧 我真的最多幾顆 來個10吧 對 兩顆 兩顆 它那個牌的數字 應該不能夠弄太大了 對 其實它都是 三根一根二 我還是想啦 那旁邊看都緊張了 不好意思 我沒有 來 拚了 拚了 最後一次 兩顆 大的 我覺得沒那麼遇過啦 還好啦 OK 你抽 好緊張喔 兩顆 兩個 怎麼都兩拚 拚小的 都拚了 你真的很敢賭耶 沒那麼榮祕的啦 我先拚旁邊 它那底下 最後一步 我覺得我已經把你搶過 YES YES 我覺得它已經開始下線了 我還有一下子就 單車 謝謝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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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大 不是 你快我拖 你啊 沒有 那你什麼印象 沒有那樣出來 小漏 卡卡老師想看啊 卡卡老師想看啊 我mark都出來了 你要不要看 沒有啦 我們是裁判 他剛才有加水 所以是他不 對 是 對 對啊 沒有 我就是想要讓他 快一點破 對 這種很討厭 沒有啦 所以其實 搞不好還可以變化型 就是裡面有鬼牌 鬼牌是要加水 譬如說就是你彈珠 然後你滾一點水 再放上去 對 那一個方式就是抽到鬼牌的人 然後可以指定 可以這樣逆轉 說你換 或者是只能拿大顆的鬼牌 就是三顆大顆的 對 而且我老實說這個遊戲 其實花不到大概20塊吧 我說真的 20 30塊 而且是全家人 剩下情緒都還好 而且其實還滿刺激的 很刺激 這個遊戲我想望看三位專家 你們覺得喜歡 不喜歡幫我們舉個牌好不好 請舉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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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喜歡 有沒有覺得哪裡需要改進 或者是其實你覺得很完美 我覺得 像我們常常在節目裡面 會告訴小朋友 因為他們就是得失心很重 所以我們會設計說贏的可以怎麼樣 像我剛才說 你們沒有說輸了要怎麼樣 我們會說贏的或輸了 會有兩個牌 就是機會跟命運 我們會告訴他說 雖然你贏了 你可以選其中一個 但不一定的好 然後就是你先選 你先選 例如說 我們可能會吃布丁 你可以先吃 你可以選口味 第二個就吃剩下的 好成功喔 對 可是 所以其實輸的也不一定會選到 真的不好的 對 可能先說說 我是等一下選剩下的 那可能他贏的 只是選到這個不好的牌 所以告訴他說 輸的不一定不好 贏的也不一定真的好 喔 很棒 對 選到 先準備那種神秘禮物 高招 對 所以讓他們也可以面對 自己輸的那個情緒對不對 你全部會覺得輸了就 對 花比氣 對 所以我說贏的就是 贏得爸爸抱抱一個 以後就沒人敢 抱一下 不要不要贏了 灑水 所以也太慘了嘛 會不會有一個不錯 謝謝 謝謝 這很好玩耶 不錯喔 不錯喔 而且很 很想吃 用UNO牌還可以倒轉什麼的 哇 你很懂耶 太棒了 好 我們來看下一位 來看看 歡迎J媽 J媽要介紹的是 現在很流行這個 疊疊樂 就疊疊樂 一般的疊疊樂就是這樣嘛 我們就是 抽 那它這個呢 就是有一個 新玩法 來給大家看 欸 你在上面寫的數字耶 我們都寫的 對 就是呢 就很簡單 我們就是這個玩膩了之後嘛 我們拿一支 起筆很簡單 在上面寫上數字 那 再拿出這個 骰子 對 那像小朋友啊 他基本上一到六的數字 就會認識嘛 那我們就 骰這個骰子 那你如果弄出是 比如說是五好了 我們就只能拿 上面寫著五的 木條 對 這很難耶 也有兩條喔 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可以練習認識數字 那我們寫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寫幾組 對 就是數字多寫幾組 這樣就會比較有挑戰性 那如果呢 就更進階一點 我們可以玩加法 我們可以先再多寫幾個數字 因為它這個上面 就是我們可以多寫幾個 我看你寫到四十幾 那是後來是懲罰了是不是 寫到四十幾 對 你可以玩懲罰的 對 玩是很專業 比如說我們 那個骰到三 我們可以拿三的倍數 喔 對 像國小小朋友 不是會學那個九九懲罰嗎 真的嗎 你可以訓練小朋友想很久 對 比如說你三的倍數 你可以選哪幾個 那它這邊就有很多 它可以去選三的倍數 那這個我先喔 來 大家一起來 媽媽先 好 那我們這個是加法 我們是簡單的加法 三的倍數是七 七 對 那我們就找到 這邊有七 媽媽 你找七 好 我要來囉 七在哪裡 這有寫定的實在太難了 七 七 有就拿到七 現在還蠻簡單的 叔叔 叔叔換你叔叔 換我啦 加法 乘法都可以嗎 那三個一樣就是豹子 甩到豹子 那就是它就可以 不用選有寫數字 隨便它剪成一個好了 就等於是比較簡單 你可以自己認選 那你自己認選一個 好 不要啦 我要挑戰性 你要挑戰性嗎 三三得九 拿掉九 好 九 九 好 該我囉 哇塞 怎麼都在這裡啊 該我囉 四加三得於七 對 沒有 七了 拐將七 好像被我 那就七的雷 三四十二 三四十二 十二 它可以不一定 十二 十二 你打錯了 你現在推的是十五 你懂 對 上面那一個 上面那一個 三四是十五 是不是 三四十五 欸 明明自己手眼協調就不好吧 對 阿凱 阿凱老師 十二 阿凱老師你也要上來 對 來 輸的打八個 對 輸的 我的二啦 十二啦 十二啦 幫你拿十二 阿凱老師 十二真的嗎 不能輸啦 這很難協調 這一個問題不是你的問題 玩疊疊樂一定是兩層 是不同方向的 是不是 這邊剛好是兩層同方向 那種 對 趕快換一下 還錯 還錯了 換的時候 因為其實小朋友很常 會有這種狀況 他連放這個東西 正的跟反的 一個要直的 換的時候順便把十二 趕快推出來一下就好 換起來 你怎麼一直叫人家作弊 他在一個 十二好多一個 這邊還有就是十二 會不會倒 哪裡還有一個 十二 十五的旁邊 是十二 可以直接十二了吧 好 這裡有十二 對 這裡有十二 你看這真的很順便 手也選擇 對啊 所以十二也選擇 好緊張喔 怎麼那麼難 而且玩這個 這個不容易耶 對 阿凱老師來一個 我來啊 對 其實我剛才想到一個 一個玩法 什麼 來 我先丟 好 五跟二 五跟二 糟糕 我發現上台真的 加法會加不出來 所以不是說 我們是好朋友 嚇一跳 我加了六 不是 七 對 七 他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他可以不一定真的找七 他可以找其他更多的 如果你願意 我找六跟一 加起來是七 哦 真的 加起來是七 對 所以他會有另外一種 我們常常老師會 數學庭位出 七 你可以六加一 還有多少 可以加成七 所以他都可以六七 真的耶 沒有問題是小胖 從中就倒掉 對啊 倒掉了又要再疊 小胖之後就不玩 因為每次都在疊 很難的 所以 可以延伸 嗯 延伸 玩骨牌 哦 還可以丟啊 丟下來好 假設十 我在這一堆裡面 倒的裡面要找到十 立起來 哦 所以接下一個 排到最後 是不是大家一起玩跟骨牌 然後可以 哦 是不是可以一直玩下去了 就可以玩很久 哇塞 聰明耶 到後來我們也可以把它搭成一個火柴 然後就點火烤肉 哇 然後他就一彎火 喂 好好玩哦 我們下次就有一個玩的啦 好有香香耶哦 沒有 好 其實還有那個顏色的 對 對 好 我們要舉牌 來 三個專家 所以對於這樣 其實疊疊樂很多人家你都會有 所以說我們顏色各種玩法 數字 陳法 加法 疊疊樂 三位專家 不喜歡 請舉牌 好 不喜歡 香蕉哥哥像這種文法 你還有一些新的文法 他們家都是用香蕉啦 他會被水光打 我們就玩就對了 就是像媽媽要這樣玩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以用那個 有圓形的貼紙寫 不然你寫完一次 對 也是就可以把它撕掉 對 你就撕掉 然後下次就可以玩不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遊戲 還有一個最好玩的地方在於說 因為在關鍵時刻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小朋友的手 甚至大人的手都會抖 對 你會發現為什麼 黃醫師會選擇小兒科 因為那個外科手術的手 才比較穩 對 這樣還可以看你小孩 有沒有那個 假狀性靠近 當醫生的 這手沒有一直走就對了 對 這個大概多大 開始可以玩 這應該 兩三四 一般小兒就在五歲以上就可以玩 因為我一想到跌到那麼高 因為我兒子有一個最大的樂趣 所有東西跌到最高 打扮 對 然後誰要去收拾善後 媽媽就在那邊一根一根的剪 然後還要到那個沙發的後面 把它翻出來 喔 所以 她現在可以四歲對不對 四歲 她四歲大概可以試試看 對啊 對 也可以她剛好現在認識家法那些 就可以利用 對 好 很聰明 謝謝 謝謝媽媽 請接著來看看 這個是比較大型的遊戲 歡迎圍媽 圍媽今天要介紹的是 來 大家先看看一下地板 你們覺得今天要做的是什麼 爬了嗎 爬了 爬了 跳房子 翻廟步 跳房子 對不對 有喔 天堂路 天堂路 跳小朋友爬一罐 因為我有一次帶我兒子去逛夜市 然後夜市不是都有那種 譬如說套圈圈啊 對 投球的那種遊戲嗎 然後我兒子那一次 就是第一次玩到投籃機 他整個迷上 你知道那一籃 就是你可能一百塊一籃 然後小孩丟的速度其實很快 那爸媽也跟著燒錢 對 對 然後而且小孩的 其實投重率非常的低 我們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花了大概七八百塊 然後我老公在旁邊 整個臉綠掉說 你要投到什麼時候 然後因為我兒子賴著不走 他就一直很想玩 最後我老公是 直接把他強行抱走 喔 就哭到很難 然後每次就是經過 像大賣場 不是也都會有那種遊戲區 都會繞著走 對 我們都一定要避開 因為他只要看到 他就一定要朝著要玩 下次應該把老闆才能抱走 妳老闆不在啊 不幫我玩 不過後來就是 我就想說回家 那因為我老公 他其實也不願意花那麼多錢 再投籃這一個 對 因為他覺得很浪費錢 投了也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換了一大堆就是 也不值錢的玩具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不如就在家裡 自己做投籃機給小孩玩 妳真的要做投籃機 對 怎麼做 我今天準備的話是 總共準備了 21塊的巧片 那其中4塊呢 我會把它這樣子對切 切成一半 一定是 所以完整的會有17片 然後這一個對切 會拿4片完整去對切 總共也會有8片 是一半的 那我們就是開始看 你看以這個為中心 我們就 左邊3片 然後右邊也3片 都是對秤的耶 左右跟下都各3 好 拚完了左右下之後呢 我們再往上 頭跟尾各3片 就是都是以3為基準 那剩下我們對切的呢 我們就會先把它拚在 就是 擊球 擊球走道的這個兩側 當時都立起來 立起來 這樣立起來 對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就都setting好了之後 再把它立起來 對 就是可以跟著小孩一起做 就先請同學 就是小朋友說 幫媽媽這邊扶起來 我們一起把它結合 媽媽我來幫忙 來 妹妹來這邊 好 對 媽媽要小心喔 媽媽要把它弄進來對不對 對 我們就一起 像這個的話 因為它必須要可能家人一起合作 因為要扶進去 對 那如果想要增加 它的穩固性的話呢 就是可以用 譬如說三秒焦 增加它的黏著度 會比較穩固 所以你扶心怎麼滑到我們家 我是那順瓦斯的 順便來幫你做這個啊 哥哥妹妹不要搶 哥哥妹妹 可是我主持主持 我們家是天然瓦斯 你幹嘛來要甘瓦斯 被你發現了啦 媽媽的朋友 這樣好嗎 然後這邊後面也是 都要把它立起來 其實就是它立起來的時候 要把它那個 結構要弄在一起 哇 這結子 這樣好 其實全家一起幫忙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都把它拼好了之後 就半成品之後呢 我們再取一個完整的 完整的碟 放在這裡 小心喔 對 它其實有 除型已經都出來了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難耶 很簡單啦 它很簡單 而且這個又安全 我說真的 對 不用擔心啦 因為是以後都出現這樣了 然後 我聽妳有些 然後就可以買一個 這種幾十塊的藍石黃 我有問題 這個要去哪裡買 這個像大創都買得到 而且還幾十塊很便宜 像那種乾媽甲 那種傳統店 乾媽甲都可以買得到 妳就把它掛在上面 聰明 對不對 然後呢 好聰明喔 對 然後呢 因為你們丟球的時候 妳一定要讓球 可以想辦法滾到那個位置 對 因為球會卡在那邊 所以妳還要再準備一個 太正點了 完整的一片 然後把兩側凸面 把它切割掉 然後就放在這邊 裡面 妳做一個 鞋鞋的 鞋鞋的 鞋鞋鞋 鞋鞋滾 迷你籃球機的 走到獨棠 然後就自己動 走到獨棠 自己動就對了 對 哇 那我們請香蕉 哥哥出來玩 好 來 這個我最喜歡的 球籃 哇 這個球差太多了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嘿 哇 好厲害喔 哇 好棒喔 這個會很想中口的這樣耶 哇 就跟夜市人一樣耶 哇 跟夜市那個一樣 可是媽媽 那像夜市很多 會有左右會動的那個籃球框 那個可能沒辦法 爸爸 爸爸你來 爸爸一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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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男生就很喜歡玩投籃 對耶 他也是籃球 你又想說他應該這樣親自一起玩 真的玩了 而且我覺得如果是海頓嗎 你知道他還會在那邊弄那個 生蟲的 對不對 丟下去就幾分幾分 對 海頓會這樣子 就慢用 齒輪 而且你玩好之後 你就可以跟小朋友講說 欸 球的家都在這邊喔 你這樣球也不會散著 整個客廳到處都是 這個很棒喔 在這邊空間啊 那我又問 那球去哪裡買 球也是在大雙貨是 都一樣 對 玩具店 文具店都買得到 球池 以前小時候玩球池 長大就可以玩這個 對啊 通安全的 這個很棒耶 來 問問看我們專家評 喜不喜歡這樣的籃球機 數到三 請 舉牌 真的 這個一定很喜歡的 對不對 連不打籃球都要凱老師 應該都適合 而且這個其實不是只有 在家裡面適合 我覺得其實如果有家庭那種 朋友的聚會 對 甚至你就組個三組 然後在那邊設攤就好 哇 好玩笑 直接讓小朋友就在那邊 自己玩 他可以登舉冠軍什麼的 真的 我覺得有建議是他可以 讓小朋友去自己選 他要的顏色或是裝飾 因為我們有做過這個 他自己做的他會特別喜歡 他會說媽媽煮好 我不想玩這個 他如果自己做 他說 這我的你們來玩 因為他是老闆 這個我想要煮 因為我家還有這個 對 然後他自己煮 他真的會珍惜 他會覺得是我 我是老闆 對 他就會 你們就去玩 我們也可以不用等海頓媽出現 那個 請問那個 剛才那個 你的琴 琴 就把他放在下面 對 下去就很有聲音 對 對 巧琴其實有很多的變化 這是好方法 對 謝謝 謝謝 這個我好喜歡 好 既然這個是大組的 緊接著更大組的 更大組 就在家一樣很多廢物力 不是廢物力 把東西得到更好的發展 好不好 我們來歡迎 倩倩 倩倩要帶來的新裝飾 其實我在我兒子還會 就是他剛開始會抓我的時候 我就把他人生第一頭 那種木頭積木 然後他很喜歡玩 小朋友都很喜歡玩 然後所以 那種積木類的玩具 我都會買給他 像我們家有樂高 有鬆毛積木都有 因為他每天都會玩他們 然後有一天啊 就是我們全家去逛大賣場 然後我們就看到有一組 那個迪士尼的拼圖 積木 就類似這樣子 然後上面有迪士尼的圖案 是不是現在那個大賣場 熱賣的那一個 對 瘋狂大熱賣 對 我朋友 不是我朋友 我兒子看到的時候 就在那邊 就他很想要啊 可是因為那個 真的只有幾塊而已 我老公就說 這樣幾塊要399 太貴 不准買 然後我兒子就哭了 他就一直在那邊講 拼拼拼拼 結果就像妳說的 一個禮拜以後 全台大缺貨 網路上要搬兩三倍的價錢 哇塞 九百多 然後我就覺得我老公 這是幼小氣 我買的 對 我就決定我圓我兒子 一個拼拼的夢 然後家裡大家不是都有這種 木頭積木 是 其實就是已經都 而且有的還有那個英文字母 而且我現在那英文字母 都還少了好幾個字母 對 但是就是我們可以就是 就是把它就拿來做算是 第二次的利用 對我們就不要丟掉 我們去玩 你看這裡 我就把它拼成一個 其實你要拼成正方形 長方形都可以 是 那為什麼它不會散掉啊 因為我有黏 黏翻囉 就是我就是 先拼成一個正方形 然後我有量它的尺寸 它就是15公分 15公分 然後每個大家是 肌木大小不一樣 就可以弄大一點 對那你就可以看你的肌木尺寸 然後我再畫一張圖 我就畫了一個 畫一張圖 哇 對 這不是自己畫 這不是拼出來的對不對 不是不是我可以畫 欸你很不可以畫耶 其實你可以這樣小孩子自己畫 對 拼得起來嗎 因為不知道自己在畫什麼 對 可是它搞不好也會很開心 因為都是自己做的 但是因為它很喜歡米老鼠 它都會叫它七七妮妮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我就畫給它 看到很開心我就很高興 對 然後我們用 把紙就是貼在這 用雙面杖貼著就可以了 很簡單 然後貼在肌木上 然後再用美工刀把它割開 割開 這樣就變拼圖了 對 就變這種市售拼圖 而且不用畫到什麼錢 對 沒有就是要畫而已 你這樣超厲害 因為我可以多畫幾張 我每一面都貼 不就 對 沒錯 後面都更大 沒有面這樣子對不對 這個好耶 那我現在把它割開囉 所以它真的很簡單 那割要很小心喔 切就是爸媽媽來切就好 對 其實這樣子已經分開了 哇 而且真的很廢物力 你看有的長有的長 這好聰明喔 像這已經玩了一年多的積木 然後可以再繼續玩 對 然後你還可以換不同的圖案 而且老實說到最後他長大起來 他都不買不玩這個東西 對 我們家有一個米積木 到最後都是我們狗在吃 對 對 因為我海積木香香 狗都是外面那天很胖 而且其實如果 不像於畫畫 其實你就是網上 噇一下而已 喔 就一定說一定要自己畫 或是像我爸媽講的 就是讓小朋友自己畫也不錯 對啊 自己畫也很棒 好 這樣就割完了 然後看就是這樣一個一個的 它就是這樣一個一個的 這個厲害 對我們就可以稍微弄亂一下 哇塞 然後它就變拼圖 哇塞 就可以照它的把它拼回去 原本的樣子 然後像我寶媽講的 我覺得六面也很好 就是在更高階的玩法 其實我建議就是說 像玩這個 還可以就是把那個餅乾和 鐵盒 鐵盒 因為像它可以固定在那個裡面 它又可以收起來 就可以收在餅乾 就可以好收納 對 就會散開來 所以其實這個方法還不錯 等於是讓積木那樣重新利用 給予它新生命 對 而且它如果拼這個圖案拼膩了 你就換新的圖案就好了 真的 而且其實就像那個六面的話 其實真的要拼很久很久 對 那其實比較難一點 可是六面的話就可以 這六個人物 對 就是主題不一樣 有的是它最喜歡的小動物啊 有的是它喜歡的人啊 有全家福啊 有全家福就要避免嘛 就剛剛像爸爸那樣的 Case就是 裡面就是九個 最後拼成六個 因為只有他跟媽媽 爸爸的就丟掉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可能是爸爸 這真的很好 因為尤其你看 這個積木當初買也不便宜 對 這種德國的無毒 而且家裡都一定會買 對 然後你再買一個無毒的拼圖 哇 那就是乾脆 其實這樣做 一筆錢可以 勝貼 天 老公夠小氣 激發了我的 謝謝小氣的老公 謝謝 謝謝 接下來帶來的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 戳戳了 耶 都好像很負心人哦 我都喜歡吃這個 這個連大人都很愛的 對啊 你們裡面放現金的話 哇 哇 還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還是最後一個 對 對 因為像我們家小朋友 就是每天呢 他們幾乎都是 很愛玩戳戳樂 對 所以呢 我之前就是 留下來的盒子呢 我就是沒有丟掉 就是廢物理 哦 之前的戳戳樂的盒子 因為像戳戳樂戳一次 幾乎就game over 就沒有辦法玩了 對 所以我就是把盒子留起來 然後再另外再用包裝子 把它包起來 就是像是 好像是新的一樣 對 那我就會準備一些 比如說 文具啊 橡皮擦 或者是褐心 然後其實一些小禮物 我很省了 而且是放那個 用過的橡皮擦 還有就是 要放芯片 還有就是 沒有送的芯片 沒有送的芯片 好爛喔 不是說要省錢嗎 還是 這個項鍊啊 鑰匙拳 這個很好玩耶 這個很好玩耶 真的很好玩啊 真的超好玩 對 還是小零食啊 過年了 對 對 對 好開心喔 可是我後來發現 他放舊品也OK耶 對啊 小朋友知道機會命運 就是抽出一件之外 對 也不錯 對 那家裡一定都會有這個 好方案 怎麼可以 適合這個也是 比如說大創還是說 很多地方其實都買得到 對 那之後呢 像 我就會 再兩顆骰子 或者是三顆骰子 對 那 那我還有製作一個就是 一個數字跟顏色的 對照 顏色是幹嘛的 顏色 顏色 因為我女兒現在國小呢 她們在上水彩課 然後我就會問她說 你知道白色加上紅色水彩 會變成什麼顏色嗎 對 就是講她色彩學 就是變成粉紅色 或者是說黃色加上紅色 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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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就會上顏色在這個方格裡面 好動喔 然後還有數字 對數字就是比如說 他們 學校現在加減乘處 對 那我就是兩顆骰子 好 假設我們先放下來好了 好 兩顆骰子 這個也可以玩到開根號了 好 兩個四 抱子 沒關係 假設四加四等於多少 八 對 那你就戳八在哪裡 喔 八在這裡 對 它猜對正確的數字的話 就可以從這邊戳下去 喔 那也可以比如說四加 呃 四乘以四等於多少 十 十六 對 那十六在哪裡 對 那其實在這邊呢 我們需要的工具是白膠 白膠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盒子上面 是不是都每一個那個方格 都會有一個間具 其實這個都要用白膠把它黏緊 喔 對 這個戳下去旁邊的只是浮起來 喔 對 裡面是瓦樂紙 對 這是瓦樂紙 瓦樂紙 其實我倒覺得 做這個很快 那幾個顏色的點啊 可以不一定要放禮物 裡面可以放一個小紙捲 裡面寫的比如說 爸爸 金青啊 對 沒有 我們那一步道中 只是送東西 喔 有多一點人質的步動 甚至 放空的都沒關係啊 對啊 如果是我們遊戲 就好灰暗喔 這個遊戲不會讓你想要 阿甘正傳那一部電影嗎 他就講說他媽媽講說 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你永遠不知道你會拿到哪一顆啊 那再來還需要雙面膠吧 雙面膠 盒子的四邊把它黏上後面膠 固定一下 好 不過我覺得有點聰明 因為這個其實小小孩也可以玩 對啊 小小孩就全部改顏色 讓它改顏色 對 那這好 這好 就是黃色啊 黃色那一些的 對 字母啊 對 英文字母也可以 就是可以自己設計一下題目 那我們現在就把 邊邊把它黏起來 好 其實很簡單 而且可以一直重複利用 就可以含醬的時候 或者在家裡殺時間 真的 真的 欸不錯耶 就是新的啊 對啊 就像新的一樣 好簡單耶 對啊 這樣就完成了 快 河柔已經忍不住要抽了 哇 哇 好 好 老闆看 老闆看 現在有組合先來 真的啊 老闆看 戳戳樂最刺激了 最好的獎品是什麼 最好的獎品 老闆看 用過的獎品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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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來回驚訝也是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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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六在哪 他找不到 這一個 好 哇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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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是一個機器人 還是飛機 這要自己拚耶 飛機耶 他是自己拚著 拚著 拚著飛機耶 對 這很酷耶 好 等一下 阿凱老師來 阿凱來 像我們人人都有講 今天啊 我很開心喔 對啊 好 丟這個 用成的 用成的 成的 現在成法 成的 成的 一成一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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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你選哪一個 選顏色 什麼顏色 你選 你這麼黃就選黃吧 黃啊 我什麼啦 變黃啊 我還沒講講而已 來 黃 是什麼 好大 這名是什麼 令給我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可以耶 人幫試試看 也是成的也是成的 好 四十一 四成一嗎 哇 那就真的是四 好 那是四號了 他好像是餅乾我都沒記錯 戳不下去 不是耶 為什麼 不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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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玩 我也要玩 一乘二 一乘二 嗯 對 香菇湯 香菇湯 要掛的比心 OK 不錯啦 為什麼要整個好開心 其實你看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五 三四五格耶 對 三四五格 如果一天玩一格 可以玩一個多月 是不是 是不是 對 今天表現很好 你可以玩一次 對啊 很開心 香菇湯 很乖的話 我說你這個月都乖的話 我讓你從月初抽到那個 月尾 就是一天可以抽 因為很乖 我覺得你可以做一盒送給老公 比如說幫我洗衣服啊 只做一盒 可以洗衣服嗎 對 就做一盒便利 你們一定要放什麼 車鑰匙嗎 我覺得王醫師說得滿好 就是過年的時候 可以玩一點大人嘛 就弄得小紅包在裡頭也很喜氣 讓長輩抽他們也很開心 對不對 對 這個168之類的 那請問三位專家 你們覺得這個遊戲怎麼樣 請舉牌 喜歡 你覺得你會組好了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組好 這個真的是適合小朋友 我手都放不進去 就老婆家家家手抖 就沒有辦法 可是非常可愛 對 這個禮物會讓你欣喜 這樣 因為他喜歡 我覺得這個 這個在設計的時候 甚至我覺得可以比到 像那個尾牙有沒有 所以你還可以告訴他說 其中最大獎 然後有一些驚喜是什麼 大家期待 對 那這樣會因為他不知道裡面 是什麼東西 喔 這樣會知道最好的 或是一個 什麼樣會在裡面 15條巧克力糖之類的 對 因為你這樣說 他就會很多期待 想說我一定要抽到哪一個 哇賽 對 車藥 開心了吧 好 謝謝 謝謝 緊接著五位 小孩的媽媽請出湯 我寶媽帶這幾週是 這是什麼 這個是大型的積木 因為我們家有小孩多嘛 你知道他們男男女女 喜歡的又不一樣 像女的就喜歡玩家家酒 然後男的就喜歡玩汽車 小車子 然後最小的喜歡玩疊高高 所以你知道這個 這個積木很有用的是什麼 小朋友可以自己拼 對 我們家小的 大二寶可能會喜歡玩一些什麼 自己拼成一個綁子 然後我還可以把它拼成一個 來 我現在馬上來組一下 很有趣喔 你們猜猜看我要組什麼呢 這個會變成很厲害 城堡 滿像城堡 城堡也可以 你知道這個就是要給小朋友一個 建構的概念 自己做的DIY 長大會蓋房子 對 長大會蓋房子 喔 這樣才對 對對對 然後在後面 因為剛剛那個卡住 好 可以 你知道嗎 我不是說我家的那個 三四寶喜歡玩車車嗎 那就是一個 劉夏宗 喔 喔 我家五寶沒有喜歡玩疊高高 喔 喔 你可以讓我 大概是怎麼樣的玩 一個小朋友的挺重 對 一個小朋友的挺重 可以 好 沒關係我旁邊扶手就不用了 好 我上去嗎 對啊 你上去 裙子方便嗎 方便我裡面有穿褲子 好 可以啊 好 好 小朋友的話就可以了 這小朋友真的可以耶 我腳長 但是小朋友溜下來是沒問題 可是屁股不要痛 有 我不要死 對 就這樣 可是我剛剛那些很寶 或是他們家兩歲三歲 其實這個 這個也很容易滑下來 對啊 而且他們很愛 你很愛很愛 很愛 他們喜歡蓋城堡 有什麼沒有 創意十足送給你一個 No.1 哇 所以這個很像 今天等小朋友朋友 來家裡玩的時候 他們就一起主題目 那你說變城堡 會變成怎樣 不是變城堡 是我們家小孩子 還玩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二寶 他比較 那時候他組的時候會嚇一跳 他射了幾個 來 那個哥哥 哥哥啊 哥哥你起來的肌肉啊 不要理這個 最受的男生玩的 對 要拚什麼就拚什麼 對 小男生意見說的事情 就是趕快搶 你給我 我要 我的 不要搶 他拆開 我的 沒有看到一學二的 對 一學二的 好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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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做那麼久 媽媽還沒拚好 其實媽媽不要緊張 不是 好 藝穎這樣 直升機 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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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牌的東西要卡好 不然你就會掉 我剛剛就是一直掉 其實巨型的東西 其實還滿有趣 就是他其實小朋友 不會受傷這樣子 不會跟他坑半 很可愛的 對啊 超強的 然後又可以做得比較大型的東西 像是溜滑梯之類的 或是像你們講的車 對啊 其實從拚的速度就知道創意 誰比較多 對 男生對積木 創意比較多 所以我就在想 所以我沒有做錯 對 好 但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要請三位專家 你們覺得如何 因為這裡算是 把之前我們喜歡的積木 然後再重新再力量 變成小朋友 最喜歡的溜滑梯 有 我感覺其實有累 大家喜不喜歡 請舉牌 非常喜歡 謝謝 真的 其實像這樣子真的可以消磨 一整個下午 對不對 而且它們可以變成 生活化的東西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 好 譬如說我小朋友 想要坐一個椅子 家裡沒有椅子 他今天就拿這些積木 來做成他自己的桌椅 或者是我需要一個 手機架放充電的地方 然後他也可以設計一個 哦 很棒 像我今天就帶那個我兒子 不是Dembo 這個 Dembo 就是自己拚的 他自己拚的 現在的那種積木 其實都可以把它拚得非常的精細 對 對 比如說把它拚成一個車子 變成機器人這樣子 這超棒的 其實我發現男生在積木的這種 拚疊上面 其實我覺得最有幫助的地方 在於他們會有空間感 所以你知道小時拚積木 大時拚組合家具 對 所以家裡如果有一些系統家具 組合家具 他會看著那個圖 然後知道 因為他有空間感 所以他會把平面的 想像成立體的感覺 很強 所以他會幫忙拚 這是爸爸想拚懶的 對 其實在多年前 已經及早 為這事情做規劃了 而且維媽一直搖頭 長大了就改車 對 對 對 就是你老公 你老公 而且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可以激發的想像 但最重要我覺得是 媽媽或爸爸一定要陪著一起玩 因為他會讓他覺得 稱讚他有成就 對 那如果爸爸媽媽真的沒梗了 有沒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教我們如何打發這些時間 其實不用擔心 我們的小朋友一定都有創意的 你只要把玩具拿出來 他自然而然就在那邊 他可能隨手動一動 就玩出他的樂趣出來了 你只要剛才香蕭哥哥說的 陪伴記得稱讚 你這樣看起來好好玩喔 你在玩什麼你教我 還是那個創意馬上出現 他會告訴你 媽媽我坐了一個風車 雖然你看得不像 但是他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然後你再稱讚他 他會做得越來越好 其實真的很多小朋友 在玩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想說 看可不可以自然而然 對 就是學會量中語言 或是學會數學什麼什麼 其實現在很多父母 都已經知道 好啦 學琳姐我們要玩中學 可是大家還是誤會了 玩中學 我還很少 學很多這樣子 就希望說我就是 就算玩也要 一定要讓孩子這個 多學個一兩個ABC 然後正方形 這個三角形的英文 我也甘願 沒錯 可是好像 我會覺得這個 好像有點本末倒 開心 所以我們問看媽媽 你們在跟小朋友玩玩具的時候 我覺得一定不能擺玩 一定要學到 上次你的人請舉牌 真的會喔 有一個媽媽思維 就是玩具可以玩得很久 然後它又可以 就是很有教育性 所以我都很容易買 超人的玩具 真的 結果沒想到我就是買了一個 就是大家都有的一個 多功能的玩具屋 它就是可以拿那個鑰匙開它的門 然後或者是把那個那個 英文字母從那個屋頂上面 可以投進去 我就覺得它可以訓練它的那個 手部還有它的想法這樣 結果沒想到它會覺得 那玩具物料壁了 然後每天看它就拍拍拍 要不然就把它當球滾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小朋友比較不一樣一點 那我再稍微降低 然後買了一個那個 六片的拼圖 我想說它總可以玩了吧 我就跟它互動 結果它也就是很無聊 然後後來就上了一個 其能開發老師的課 它就說 對 然後你要買 就是適合它的年齡 然後如果你買的是 比較大年齡的 你就要把東西收起來 因為它看久了 它會覺得 這個就是我平常看的玩具 然後它沒有互動 它會覺得無趣 然後等到它的年齡層到了 它會覺得 這個我就玩過了 它也會沒有興趣產生 對 如果你是三歲以下的小孩 你買三歲以上的玩具 是有安全性的 對 會有危險的 對 因為三歲以下的玩具 是有經過認證的 它會摔不破 不會有尖尖的小零件掉出來 然後也不會吞進去 對 如果有些零件太小的話 就對了 就是不能有那種 貪心的媽媽思維 但是有教育性 我還是會蠻堅持的這樣 我也是很支持這個邏輯 因為我也希望說小朋友 除了玩之外 還可以學到一點什麼 但是我後來發現那是 理想 那就是 大人的理想化 對啊 因為呢 大人看什麼東西很無聊 小孩子越愛玩 對 那你越覺得對他有意義的東西 他根本就不屑一顧 對 或者是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被吸引了 可是他很快就 幾分鐘就不喜歡 對 他幾分鐘就不喜歡了 對 其實不用吧 所以你在挑這些玩具的時候 其實就是常常 我覺得比起我們買 買我們自己的東西 還要令人掙扎 因為預算有限嘛 沒錯 可能只能買一個玩具的錢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去 你的身價只能買一個玩具 好客氣喔 他就一天一個 不是 對 你很希望說這個玩具呢 他既喜歡 那你看他玩得又放心 但是那很難 真的 因為我前兩天才遇到一個 最令我沉痛的那個例子 有一種東西叫做 然後人以前我們 以前我們叫魔術方塊 那天 就是前幾天我兒子說 爸爸 我要買那個 天台 天台 送了 天台 對 然後回到家 真的 然後睡完午覺 可以開了 開箱打開 完完完完完 我就很好 這個至少可以應付他 對 一會兒時間 過了三分之後 那個 那個 我說為什麼你不玩了 原來天台 我轉不回去 我說廢話 很容易的話 你就不會 但是在那一刻開始 我兒子一旦失去那個熱忱 就不少了 就錯敗了 就錯敗了 然後那個現在就放在我家 我比較隨性一點 是讓我女兒去玩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但是我會去過濾我家裡面 進來的每一個玩具 因為其實 就是限制入太厲害了 所有東西 地墊上面不是有英文 不然就是上面有數字 不然就是幹嘛 當然啊 對不對 你這個東西 他會看就是會看 他不會看就是會看 我跟你說 雨晴你讓他去學看這些東西 我有一種東西 你知道我去做了一個 我跟我老婆做了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 譬如說我去點這個 點這個東西 譬如我點這個蘋果 它會叫Apple 它會出女生 對 點毒筆 那個筆不是我去買的 你好弱 你一講完之後 我買一個筆 他們點東西會出來了 好嗎 點毒筆 你不要管我 他在創造互動 他在創造互動 對 老實的本能 真的對不對 不是 你要聽我講 這個東西 我不是去買的 你自己做 我自己做的 我們去買那個錄音筆回來 然後去貼那個紙 就是他可以去 負貼那個紙 跟這個有感應 跟香蕉有感應 跟什麼有感應 譬如說他會知道 點到這個蘋果就是Apple 點到香蕉就是 你買點毒筆就好了 不良 你不要自己去花錢 做這些東西 現在點毒筆就很厲害 就像我女兒一歲半整 她到動物園這邊 她可以把每一個動物幾乎 都叫得出來 一歲半都可以叫出 所有的動物人 不是 你要先去把那些動物身上 點毒筆 都貼上你製作的QR 對啊 欣欣欣欣欣不要動 貼 你不要動 貼 你們兩個是怎麼樣 我教小孩子 讓你來教我的 不是 你做點毒筆也太妙了吧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不想 我們想不要去買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自己做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做 對不對 而且我女兒其實 學習心態是非常好 所以她玩的這些玩具裡面 我不想讓人家覺得 她是因為用自入的關係 她才能夠了解這些東西 我們讓她自己平常去吃到 這個就對了 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學齡前 我當然學齡後是另外一回事 學齡前其實真的就是 你讓孩子盡情去玩 真的 比如說你很想要 像點毒筆 我不知道大家買的點毒筆 到底最後有沒有在用 沒有 月筆劍 沒有 只有丟在旁邊 對啦 我要休息囉 再見 而且請 請 請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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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然後起來被人踩到自己還寫 我們一起玩 好可憐 好可憐 因為其實點毒筆這個東西 不能被 不是說小孩自己拿來玩玩玩 她就會上癮 而是爸爸媽媽陪著她 對 然後她才會喜歡上那個東西 是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最終的 學齡前還是 第一個就是 找到孩子喜歡玩的東西 第二個是 你還沒陪她 這兩個是躲不掉的 如果你的孩子 都不需要這個 反而會擔心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在看一些 學齡前孩子 擔心她有一些自閉傾向 她就是自己可以一個人玩 而且拿了一個筆之後 她就開始看東看西 就這樣看 很專注 好像很乖 好像都沒有聲音 可是其實那個反而我們 做了可以 我們還會擔心說 這個孩子要再評估一下 是不是他個性上 社交上面 有些需要我們幫助的地方 所以我想今天 大家都是正常的 就是你們的孩子 大概沒有這個社交上的問題 所以應該會有很多 生活上的衝突 就是我明明想要讓你玩這個 然後偏偏不管 他偏要這樣玩 很多這樣的狀況的人 對 其實像我小時候家裡 也沒什麼玩具 因為我住鄉下 然後我們家裡 也不太買玩具給我 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實在玩到沒東西玩了 過完瓢瓢瓢已經玩膩了 我們家的那個喇叭鎖 還有我媽媽的那個 有一個圓的那種平面的鎖 我會用木片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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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單鑰匙可以請妳來就對了 我有一天忘了她鑰匙 然後我媽媽不在店裡 我就用那個木片 那邊開了兩個小時 我真的自己開了門 妳好強喔 因為就是沒有玩具 然後很多東西 我就會想盡辦法 自己去做 然後自己去展現 然後自己去體驗這樣 今天這一集播完 妳所有生命中的銅球都打來 妳的電腦是妳偷的 真的 所以妳自己去找東西來玩就對了 對 只是說現在這個社會 就是小朋友他們沒有這麼多的 大自然的資源 所以有很多的玩具 所以我才會認了說 玩具 我們小時候不是都是 都在那邊看螞蟻一直爬嗎 對 都一直看著下午 真的 真的 現在好像也沒有螞蟻 因為螞蟻就是 螞蟻 其實我們家有很多玩具 但因為廠商其實 就是給非常多的那些玩具 有些東西很適合 有些不適合 那我覺得喜歡它 它既然喜歡玩這個東西 我又不如讓它朝它 現在想要的這個方向發展 中年土其實很好 中年土就是 你知道 可是你知道 有很多人做年土的原因是因為 沒錯 因為有老師教她 對 有老師教她 可是我不是 我是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我從頭到尾跟著一起 在她旁邊黏那個年土 所以我們家年土一堆 好可愛喔 其實她做出來的 是我女兒做 自己做出來的 很漂亮 真的不像是小孩子做的 對 我覺得 就真的不像是小孩子 可是旁邊老師會教你 對 你要先用眼睛圖大小 她就會譬如說 她的東西是老師幫她 教你把這個形狀做出來 但是她自己的顏色 她自己搭配自己 對 自己做出來 真的很厲害 那我讓她喜歡玩 她以前就喜歡玩一些 所謂的拼圖的東西 你看我們的玩具 家裡面的玩具 所有的東西 點點滴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她在家裡面 做的為什麼 這很多耶 城堡 這些是她自己做出來的 她不是自己揮的嗎 自己揮出來的 不是我們幫她弄的 她說這裡要有一個院子 要有一個小馬 然後這個馬要有一個 什麼東西呢 挺有馬車耶 對 把那個城堡蓋出來 要怎麼樣做 心裡的夢想 她也很入過生日了 我給她買了一個生日物 我現在還沒給她 但是我自己也帶來了 我可以讓妳跟大家分享 她就是一個 小朋友可以自己在家裡面 做的 這都很厲害 用紙做的一個城堡 用紙做的 就是我們一打開裡面 都是拼圖 她又可以自己把它 拼成一個城堡的樣子 然後她可以在城堡上面 塗任何的顏色 我的女兒她喜歡畫畫圖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設備 她可以再塗 她塗好自己的城堡的顏色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因為爸爸知道她喜歡的是什麼 對 要朝她自己喜歡的方向 而且其實像這些東西 都可以動到腦力啊 也可以動到肌力那一些的 那像這些積木黏土啊 是我們要怎麼挑選 是最重要的 可不可以教我們 其實如果以我們的 這個學齡前的小孩 手眼協調最多的就是 那如果沒有跑跑跳跳 第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積木 或者是這種黏土 因為她在做的時候 她要眼睛要看嘛 然後要疊嘛 然後我想要疊的地方 跟我手放的地方要一樣 或我捏出來的東西 我想捏的東西跟我捏出來的東西要一樣 對 中間會有很多的挫折感 所以她想捏 結果出來跟她想的不一樣 可是她還是會生氣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 材質是什麼 我今天就不提了 大家都知道什麼無毒的啊 這個那個 對 但是你看我剛剛講的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有個爸爸在旁邊 當他開始挫折了 譬如說他今天送這個禮物給他 給女兒 潘老師給他女兒 女兒很高興 跌到一半跌不起來 很生氣 這個時候爸爸就來了 對 我幫你一把 當你知道說 他在這個地方受到挫折 有一個強壯的肩膀 可以幫助他跨過這個門檻 那他下一個地方 就繼續越來越順越來 越瘦能生巧嘛 所以我還是強調 積木很棒 黏土很棒 然後這個 這個 拼圖畫畫都很棒 對 可是當他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那個幫助的手 其實能夠適時進來 對 沒錯 也是 而且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我買過最瘦 因為我覺得東西 其實要用得久嘛 然後要適合他們 所以我那時候兩歲的時候 就買了這個 棕毛的積木 然後因為我覺得 小朋友兩歲的時候 還不太會玩 所以他兩歲的時候 可能就是這個 棕毛上面的顏色啊 然後跟他的觸感 就是我覺得他可以就是 有一點刺激 他的那個顏色的那個想法 這不錯啦 這個喔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他不玩的話 你也可以拿來當髮袋 對 我跟男生 細菱姐講過 這個還可以拿來打掃 就是家裡有狗 我跟家裡拿來 你還可以把它拼成一個平面 你還可以把它拼成一個平面 然後老公不關就到髮袋 這樣就把你忘了 對 你忘了 你忘了 然後像剛開始的時候 他兩歲不太會玩 所以他其實就是 只能隨便亂拼這樣 顏色摸一摸 後來他久而久之 就開始可以看著 這上面的圖案 然後他開始可以拼出 這種簡單的小狗啊 很棒 然後慢慢他會拼出 一樣的東西 對 然後現在像早上假日 就是我的時候會睡 稍微晚一點點 然後起來的時候我發現 他已經把它拼成一個戰機了 哇塞 所以現在來拼戰機了 對 就是他會叫我起來看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不小心 然後翻身把他打壞 他會生氣 就我覺得這東西還不錯 因為他久 他年紀的增長 他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然後會有不一樣的玩法 像這個就我覺得玩滿久 他在我們家已經四歲了 從他來到現在 已經就是經歷了兩代 他有多好用 就是我們在 布朗尼就是老二兒子的時候 六個月的時候買的 然後這是一個很多功能的熊熊 相信很多媽媽都認識 對 他就是可以唱歌 然後你按了他 他就會唱歌 然後他也可以講故事 然後小朋友為什麼 對他愛不釋手 因為他有一個功能 就是他可以錄音 小朋友很可愛 錄音很可愛 對 很可愛 然後他就會想盡辦法 按這個錄音鍵 然後每天就學那個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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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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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可以一直播一直播嘛 所以小朋友每天就是 聽著他的聲音 然後睡覺 然後一直到之前 有一天我們帶小朋友去唱歌 然後我想說 他拿起麥克風完全不卻唱 然後那個音樂就是前面這樣 然後他就開始會 然後就開始會 他只有下歌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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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節奏感 有節奏感 像我小朋友小的時候 我就會讓他們玩一些布書 就有觸摸 然後比較大一點之後 也是玩積木 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讓他們 有創造力 然後有啟發性 像我兒子現在 顯白無視 就會自己做 扭蛋機 他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對 剛剛薇媽說 他兒子叫他做一台給他 我就說 我們已經自己做了一台 而且這已經不是他的第一台了 對 這怎麼用 怎麼用 怎麼用 這幾歲的 而且不用錢喔 然後他裡面就是 把寶特瓶給他切一半 然後我們裡面就是可以放 真的有扭蛋 給你們扭蛋的那個盒子 都留起來 對 而且這有電耶 對 他電就是把他打個燈而已 還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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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是你這樣轉轉轉 他是轉的 很好玩 就掉下來 就會掉下來 好好玩喔 這樣媽媽多省錢 外面扭一顆五六十 他們家兒子上次 這一台帶去我們家 我們家小朋友為之瘋狂 然後他兒子說 然後我還是要五十塊 對 對 很有生意狂毛耶 很有生意狂 而且 你兒子也是土匪 上一個東西 然後售人家五十塊 真的 沒有 媽媽沒有白膠 所以我們家做生意了 大家剛剛可能看不太清楚 就是他把那個寶特瓶 切成就是半圓形 對 半圓形 所以他扭過來的時候 就會撐 就會抓著一個扭蛋 對 然後他就這樣轉過來的時候 這個扭蛋就會被他 掉下來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因為有創意 對 小喬我不要有壓力 不要有壓力 你小孩做不清楚 趕快吃 你看你三個小孩 我三個小孩 我們老三現在才快四個月 哇塞 然後他們的年紀呢 真的非常地相近 最大的現在也才快四歲 然後小喬 妹妹現在也才一歲多一點點 然後呢 就一個年頭一個年尾 那所以我們在想一些玩具的時候 因為我在 我有很多的滑鐵輪的那個經驗 就我在小喬上花太多錢 哎呀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胎嘛 第一胎 趙珠雅 先手發發音就覺得說 什麼的啊 一定要給這些小孩 最好的 很好 第三期桃典 對 我們什麼都給他 但後來我生了小桃之後 再接著生我們家咪咪完之後 我就發現 玩具真倫 太花錢 三個小孩 也是一個小孩 真的耶 後來我這個呢 真的是很認真的去追蹤一些 就是當然就是上網看嘛 然後還有其他一些媽媽 生得比我更多的媽媽們 後來我現在有一個天王 教我如何安排小孩 就是從出生 然後到之後長大 再玩玩具 教導他生活規矩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 還有就是讓他知道 什麼叫故事 讓他年代可以成長 哎呀 我們可以起來看看 苦神來了 真的 真的 這個太厲害了 沒有一個小孩不愛天王 真的 沒有一個小孩不愛天王 真的 我就是一生老大的時候 大家跟我講 我還想說就盡量避開 我就天王應該還好吧 自從他跟他第一次接觸完之後 我發現 他可以 我整個失蹤 所有的玩具失蹤 因為他就是讀 我覺得他的 巧虎的互動性非常好 太厲害了 而且他真的可以 很懶人包 就是像我們這種媽媽 就是真的想不出來 要給小朋友玩什麼玩具 你又不想浪費錢的時候 這個巧虎真的是非常推薦給你 比如說 像如果你是新手爸媽 你就很適合看看這些書籍 對 他是會先從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如何安撫 小朋友 這個睡過夜 所以這很適合你現在 四個月的小寶寶 我跟你講 三寶媽不是當假的 我們家小朋友 就兩個月就睡過夜了 他很厲害 而且很乖 對我們家小孩真的乖 因為你知道有好的教材 其實你就對小孩 其實是很簡單的 像我們家現在老三 他可以晚上11點 是要隔天11點 好強喔 在12 我跟你講 媽媽就是很喜歡蘋果 你知道 好強喔 就是比那種 其他在外面工作的成就感更高 好強喔 所以你要睡過夜 你可以參考這種 小肉還說得真的 對啊 我們呢 喬虎呢 現在在我身邊 讓我感覺非常的溫暖 是 而且很有安全感 我跟你講這隻娃娃 現在是我哥 我們家哥哥的 就是陪睡的一隻最重要的 而且不是如果小朋友 不洗澡 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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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脫光 馬上脫光 然後就要跟他講說 喬虎說 喬虎說什麼 然後就是會聽 然後還有這個肢體的動作發展 因為像我們家 哥哥 妹妹 弟弟 他們呢 在這樣子的音樂刺激下 很快就會跟著跳舞啊 然後他就會有一些道具 你知道 對 然後這種聲音 這樣很可愛啊 對 然後你就可以到 那這個超好玩 這可以刷牙 它是教朋友刷牙的 這個是我們最近妹妹 我在教妹妹的 這怎麼玩 我教你 它是這樣子喔 比如說 比如說你牙刷可以先收起來 然後你會說 妹妹 妹妹 我肚子餓了 我可以吃水果嗎 可以 吃草莓 然後吃草莓 然後吃進去 它真的就可以吃 我怎麼都不咀嚼啊 我咀嚼完之後 我咀嚼完之後 我的牙齒好像會蛀牙 那怎麼辦 就是要刷牙 刷牙 在刷牙的時候 你就告訴他 這樣子刷 或者是這樣很 因為你在教小朋友 刷牙很重要 你如果沒有教好 他刷牙的時候 他的那個牙齒蛀牙 我跟你講 在他還沒有乳牙掉之前 他會很痛苦 對 所以我們家哥哥牙齒 非常漂亮 他們很會這個 你看像這個刷牙有沒有 對 那怎麼樣 上下刷 對 上下刷 上下 上下 然後因為他有這個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這樣子在他這邊 就跟著上下刷 因為你如果真的放在 那個哥哥跟妹妹嘴巴裡面 他們會生氣 他們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你如果是 在這個小狗這邊 或者是用故事書的互動 他們就會比較接受 是不是有影片他們在刷牙 好可愛 因為昨天我就跟 我就跟哥哥講說 哥哥你來教妹妹刷牙 然後哥哥就會覺得說 自己很有責任感 對 馬上當起小幫手 然後他就這樣 要這樣刷 這樣刷這樣子 然後像現在妹妹啊 他在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講說 妹妹我們要睡覺 那你要記得幹嘛呢 你要記得蓋被子 然後他來做個互動書 他就可以把 草虎 放上去 草虎要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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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懂喔 對啊 這個會超方便的 超方便的 就是你有一些東西 跟小潘一樣 然後第一 他會覺得很有趣 對 而且他會聽得懂你講什麼 對 因為你用文字在用圖片 然後這樣子去跟他互動完之後 對 而且其實那時候兔寶也是 因為有訂這個的時候 他每個月都問說 草虎來了沒 然後就好高興 他會一個一個月 然後照你的月臉 來看說 你現在適合什麼 對 幾歲可以幹嘛 然後就開始訓練上廁所 而且你想想看 除非你是只有一個寶寶 像我三個寶寶 哥哥留下來就給妹妹 妹妹留下來就給弟弟 然後像現在妹妹就開始玩這個 因為他現在開始手腳 開始要拉扯 咬東西 他就會開始玩 然後又發出聲音 妹妹就會很醒 好可愛喔 你也不用擔心裡面 會有什麼螺絲 或者是一些就色素沉澱 然後咬到 然後讓它會有化學的這種作用 就是很恐怖的 那這個是非常好用 還有這個 它這個就是類似像那種故事 故事機這樣把它打開 開始玩遊戲了 怎麼辦看了我也想玩 真的 巧虎確實是在小朋友的成長過程當中 對 因為我有影片 我有一個影片 是我們家哥哥跟妹妹 就是聽著巧虎的音樂之後 哇跳得很開心這樣子 我看爸爸玩得很開心 爸爸開心 對啊 爸爸滿享受的 其實我覺得巧虎其實 除了走小孩之外 有一個很大的 我也很要感謝我們家的天王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家的天王呢 然後教我一個 讓我家爸爸跟小孩更近距離的 其實是 互動 對 因為其實 你要男生 然後用Baby Talk的方式 去跟小朋友講 爸爸跟你玩 他們不會 可是你給他教材 你讓他去引導小朋友 他 對 然後第二個 小朋友也會很開心 兩邊呢 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些關係 互動 我覺得這樣子 媽媽做得比較輕鬆 妳看嗎 對 妳知道是媽媽輕鬆 妳知道嗎 這個也超好玩的 它有點像扭蛋機 真的嗎 對 它看起來精美很多 因為這個我沒有拿 我有拿過刷牙筒 但是妳沒有看過那個 好 我把這個打開 我先拿開給妳 妳的太開燈了 不會輸 它就是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我們會跟哥哥 跟妹妹 好 我們現在玩一個 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呢 如果你猜中的話 媽媽就給妳 好棒 或者是多一個小餅乾 然後他們就會有競爭的感覺 他們就會很開心 他們就要開始玩 好 我們現在看這個 紅色的球 好 請問 紅色球會在藍色的門 還是橘色的門出現呢 橘色 說了 答 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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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妳就把它丟進去之後 然後妳就開 是藍色門嗎 打開 不是 不是 好 橘色哪個門呢 是橘色 為什麼 不玩了 是橘色 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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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妳除了跟她互動遊戲之後 妳還可以教她觀察 比如說 妳可以讓妹妹 或是讓哥哥當莊家 對 對 橘色 對 橘色 當一個就是主持人 對 她自己就會先看到答案 她就會很興奮 她就會覺得說 因為她不會除了猜之外 我可以在那邊旁邊看 我先知道答案的那種興奮感 對 那我們家弟弟就會這樣一直撥 然後她就會很快的 就手腳協調 是 或是聽著聲音 她就會很興奮 她這種步道就是 然後這樣 像這樣子 就會讓很多小朋友 就會在這樣子的互動下 成長 而且就是 是很健康的 因為如果想那麼多 要去買這個玩具 然後不適合她 又浪費錢 真的 而且其實我覺得她很棒 比方說她其實是有系統的在規劃 對 比方說像有時候拿到DV的時候 光看DVD 大概30分鐘過 你就可以去做一下自己的事情 對 之後來故事就拿出來 跟爸爸互動一下 又是30分鐘 對 然後這個玩具又玩得通通就就 像我們現在還有一個什麼 炒菜鍋也是在家 那個很好用 從姐姐 對… 很好用 玩到妹妹這樣子 或是逛超級市場那些 都可以讓小朋友 認識更多的一些 生活上的事情 還有一些自己生活上自理的東西 而且你知道嗎 我兒子 這輩子第一次幫我遞拖鞋 是天皇教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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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一個就是 教你生活的 感覺 對 生活習慣 好感動 你知道我那天錄影完 回到家特別累 然後我兒子就是 衣服要加媽媽 我愛妳 對 然後 就是很擁抱 我就有點投憂 我想說她是誰啊 然後她就開始D 她就而且 你知道嗎 D拖鞋是D 就是我穿的腳是在我的方向 所以我好訝異喔 不得好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爸媽選好的教材 選好的玩具給小朋友 其實蠻簡單的 對 這算是我們演藝圈多層啊 可以把三個小孩都按得好 你看天王多重 成本天王很重 其實有很多方法啦 就是大家可以呢 感謝這跟大家分享 再跟大家分享 好的 謝謝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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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王醫師 我們小朋友呢 除了希望呢 從小呢就可以 好好的向下扎根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專注力 對 可是就像妳剛剛講 我比較好奇妳剛剛說 如果小朋友真的太專注的話 也要有點擔心 但因為有沒有一個時間的限制 基本上就是 你在看孩子玩的時候 他腦袋如果有 像剛剛我們的橋虎 他就有劇情啊 有刷牙的劇情 對 睡覺的劇情 他會順著這個劇情 模擬出一個情境 然後跟你互動 對 那我想我們就不用太擔心 那我剛剛講的狀況是 他的 他的所有的小車車都是排排站的 他沒有劇情的 有 他好像跟這些東西 並沒有生活上的連結 也沒有腦海有一些故事 他只是 針對他那個幾何圖形 有興趣的 那 有時候如果真的 他花太時間 太久時間 在這樣的一個動作上 就給小兒科醫師 或者是兒童心智科醫師 稍微評估一下 了解 那大家會想讓小朋友 玩出專注力 會怎麼玩呢 其實我覺得啊 大部分的小孩 其實他的專注力是不夠的 而且像 特別是男生 非常的浮躁 你給他一樣玩具 或是給他一個故事書 他可能兩三分鐘 然後就撇開 就說我不要 他就沒辦法穩定下來 所以我在哥哥兩歲的時候呢 我就買了這一組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賣兩個字就買了嗎 真的好耶 他跟我們一般 想像的拼圖普代一樣 他是裡面有 十幾本的這種教材 他裡面都是題庫 然後像譬如說 動物啊 或是字母 或是天氣 數字 一個主題主題 對 它每一本裡面 都有不同的主題 然後你就算小孩子 沒有帶他出門 你也可以認識動物啊 或者是一些小花小草 其實跟我們想像中的 拼圖普代一樣 像說 它裡面的題庫 這樣子一頁就是一題 然後一題呢 它還有附這個 那個十二公格的板 獨家版 你要拼得跟他一樣喔 對 然後他還有附這個 十二塊的數字版 像這一頁它是氣候 那你就要去找 它這個拼圖的區塊 然後它這個就是引導你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板子 擺上來 放上去 然後先讓小孩 這時候你就可以讓小孩 認識數字 然後請他從一排到十二 然後我們就一題一題來了 來 你看我們第一題是什麼呢 打開第一題 那我們要去找旁邊 左邊這一邊的圖案 哪一個是符合它的圖箱 然後就要把數字擺上去 對 然後因為它這個題目 有十二道 所以你就一道一道的引導 小孩子一起去找 然後小朋友就會需要很仔細 就是觀察 如果你 一個擺錯的話 你後面的答案就會全錯 對 就這樣一個一個擺 然後像這一個呢 是在哪邊 這一個 對 而且它題目很豐富 哇塞 對 然後假設都拼完了喔 對 你就把它蓋起來翻到背面 而且 這邊的顏色有沒有跟上面的顏色一樣 喔 所以它必須要非常地仔細 這個好逼小孩喔 兩色怎麼都拿 沒有 因為它題目非常地多 你可以針對小孩的年紀 跟它的那個程度 去挑適合的題目 滿燒腦的耶 對 我也覺得 對 我也覺得 很長 對 我擔心買這支我覺得 不過如果轉過來 跟這後面一模一樣 其實應該很有成績感 很有成績感 對 而且它題目很多耶 像什麼像我哥哥現在大一點 我就叫它時鐘 它裡面就會有時鐘 喔 像這個 對 幾點的那一種 對 對 對 然後還有像這個 幾何圖形啊 或是方向很多 非常多的題目 我哥哥從兩歲完到現在一歲 已經小一了 他還對這一組很感興趣 哇塞 就覺得很長一 長購長購 這個一組要多少錢 差不多 兩千元有找 買不買 可以 好像可以喔 對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老公還說 你花兩千塊你買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陪伴小孩玩 然後我就讓小孩玩給爸爸看 我老公說 好 那你可以自己做 可以 可以自己做 可以 你就女兒自己畫畫嘛 然後你弄幾個格子 給他弄 這個有點像小朋友玩的桌遊 有一點 有一點 像我女兒啊 她現在就是看到什麼廣告 她就說她要買那一組玩具 然後前一陣子跟我吵著說 我要買指甲彩繪組 妳是小朋友 對 變成這樣 對 可是我買給她之後的當下 我就後悔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 因為小孩子她沒有耐心 她沒有 就是沒有辦法這樣很仔細的慢慢塗 所以就是最後就是看到一個媽媽 就是在那邊默念 在那邊碎念說 早知道就不要買 因為就是塗得到處都是 後來我就發現了這個 就是小朋友的指甲彩繪的貼紙本 就是因為她還有彩妝啊 還有耳環跟項鍊 就是用貼紙 真的好棒喔 然後呢 對 就有很多的 就是指甲的貼片嘛 小女生的 而且她是靜電的 就不會黏得到處都是 然後像我女兒她就會 她後面就是有一些小女生的圖騰 然後她就是會 比如說項鍊啊 還是說頭次把它貼上去 然後指甲她就是自己把它貼上去 我這個好 不會弄得到處都是擋擋的 我真的好怕我 我有時候下班 回到家看我女兒這篇章 我會 對 我幫妳看 我幫妳看 然後我幫妳走 是用貼紙的指甲 就來不及了 出門來不及了 拿她的貼紙來貼 對 然後像小女生呢 又很愛扮家家酒 所以就是這一本 我覺得很厲害 立體的 這一本很厲害 立體的 對 對 然後呢 她其實還有附那個 就是紫娃娃 小小的紫娃娃 非常豐富 很厲害 她就是有分自己 比如說紫娃娃 而且比較不正常 可怕我自己做得出來吧 對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 她自己做啦 對 她就是有分四個不同的主題 然後配合那個紫娃娃 對 然後呢像我兩個女兒 她們有辦法就是這樣子 玩一整個下午 哇 這個很好玩耶 然後這個時候媽媽就可以在旁邊 泡飯吃蛋糕了 真的 像我自己啊 就是 我不是說我真的不太聰明嗎 所以我是為了呢 要讓我兒子稍微有一點注意力 然後我就最近買了這一套桌遊 然後呢 它這是可以全家大小一起玩的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的零件 然後還和這個紙牌 然後這紙牌就是 裡面有不同的指令 就是它有從簡單的 像我兒子現在比較小 它可能就是有從三塊開始的 有沒有就是三 然後所以它有三種零件 或者是你大一點的 可以有七塊的這種零件 然後呢小朋友就可以 先跟你抽一個 譬如說它隨便 黃石… 黃石抽一個 黃石抽一個 加油 沒有啦 七個的啊 七個的 對 然後它裡面呢 就有這個筷子 然後所以你就要先用這個筷子呢 去把你那七個裡面的零件 先夾出來 在你這個筷子上 這也太難了吧 我剛剛開始小看 我剛剛開始小看這東西喔 你知道要先夾出來 他還要練習 他還要夾耶 他還要夾耶 所以不要那個小熊啊 他都好露了 你看… 他要去訓練你的小肌肉 不是 反正是你吃了 這個小熊爆夾耶 我拿三個… 我拿三個… 我剛剛那個小熊啊 不可以不要小熊 大家都要小熊 我已經會拿罐子 我已經拿小熊 三個… 直接倒 直接倒 他沒有… 他沒有時間 就是大家一起玩 然後… 沒有… 這幾歲了 6到99歲 有… 因為我覺得這個大… 其實這筷子也是有一點點 對… 這個大… 那個年紀比較大的 我奶奶他們也可以玩 對 他可以訓練你一些顏色 跟那個… 肌肉方面 因為他有一些零件會比較少 對… 所以如果你… 掉出你的盤子邊 就可以去牽你的零件 喔… 對… 這個很好玩 就這樣… 然後你最後要平衡啊 什麼然後還要拼出來 要五秒不會倒 你看喔 我… 不要拖你 這個很難 是不是很難 這個狗拖你 小朋友絕對不會 乖乖在那邊那個 小朋友可以玩這種四顆 三顆 簡單的啦 他有分 就是所以他有… 他的年紀其實六歲到九十九歲 都可以 多少錢… 這一組我記得一千多 太貴… 沒有… 自己做… 他很棒 他是鋪頭無毒的 沒有… 我跟你講我來教教你 有一個人直接呢 就是訓練他的小孩 變成YouTuber 對… 我兒子現在就是 因為他年紀夠大了 然後呢 我會要讓他玩積木 那… 一開始也是因為大家說的 就是男生專注力很難維持 對… 然後呢我希望他至少要有一天 有… 固定的一個時間 是可以願意專注的 所以我就買積木給他 那買譬如說樂高積木 他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就是 他有說明書 你必須從第一棒 慢慢…一步一步的完成 透過學習如何去看說明書 這就是專注的 對… 對他有幫助 然後他後來就對 組積木開始有興趣 所以這一次他就是前幾天吧 前幾天他就是 收到新的積木 然後他就在組裝 然後請媽媽幫他拍這樣子 他自己一個人組 沒有人幫忙 我跟你講就是當他兒子 他業務很狂 他業務很狂 超狂的 就現在比他爸爸還會賺就對了 真的 他業務超狂 有一次我就刷到 他在介紹那個立庭 顏立庭他做的那個 一個洗髮精 然後他就小朋友可以洗 然後他就自己親自出來 我跟你講這洗髮精有多好用嗎 然後他洗 他夢可愛 真的假的 你看看我這樣洗 而且真的是 好厲害 而且不怕聲耶 而且講話的口罩非常好 他現在對於這個 他知道有人在跟他互動 有人在看他就對了 而且他有自己的節目名稱 叫校圓寶貝王 對 他直播前要不要做造型啊 吹頭髮 對 他至少會把衣服穿上 而且他還有一次 他就是也是在直播 在講故事還是什麼 然後講講講就哭了耶 為什麼 因為那本那個故事書就是 是從小我最喜歡唸給他聽的 那本故事叫做 我永遠愛你 剛剛他就是講那個 爸爸媽媽對孩子的愛 是從小到 一直到自己老去死去到一個 那本書本來是我最愛 然後等到他呢 就是會認字 然後會唸故事給妹妹聽的時候 他懂這個故事的意思 他也是唸到後來 氣不成神 你在哭什麼 太感動了 他就這樣看我說 他們就永遠幸福 我就說好可愛喔 不是這樣很棒耶 很好 聽起來他的未來 對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的自信心 大家都其實在想說 我要怎麼教他 讓他有什麼邏輯 可是他沒有自信心 其實小孩是一個很辛苦的 你說社交 他只要有自信心 他做任何事情 都會比較簡單一點 對 做事就很好耶 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 而且我之前阿姨當粉絲 多開心 真的啊 謝謝大家 對 像我也很贊成 Mountain哥說的 我覺得就是積木 你很可以訓練小孩子的專注力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你玩具越少 然後小孩就可以專注在玩具的時間 其實會更多 像我兒子現在比較長大一點 所以他開始喜歡玩樂高 你就不要給他太多其他的玩具 他就是玩樂高 然後他就可以從樂高世界裡面 創造出他任何想要的東西 像前一陣子我兒子就很說 媽媽我好像要買玩具槍喔 可是你知道媽媽就覺得 玩具槍是一個危險的東西 不能買 然後他就會說 有一天他就跟我說 媽媽啊可以給我一條橡皮筋嗎 我想說 要橡皮筋幹嘛 我就拿了一條給他 我就發現他自己默默的拿出一把 樂高的玩具槍 然後自己在裡面捨 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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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厲害耶 但他還是用到他最喜歡的元素 就是扭蛋殼 不過到底怎樣的玩具 可以訓練專注力 或者是真的要玩出專注力的話 也建議我們要怎麼玩 像剛剛美珍跟Mountain哥分享的 他們的小孩都比較大了 所以基本上他們已經找到 讓自己專注的能力跟方法 那年紀比較小的話 我們有一些研究告訴我們說 有三個情境 譬如說今天一個玩具 放在他前面 那媽媽是直接把他推他面前 然後跟他說 這個就是這樣啊 你左邊放到右邊 然後按一下 他就會有東西掉出來 這是第一種 就是非常告 直接告訴孩子怎麼玩 第二種就是放給他 然後就說 那你就幾碗 然後在旁邊喝咖啡吃蛋糕之類的 第三種呢 就是說他放給孩子的時候 雖然我沒有動 但我看到孩子在探索的時候 遇到錯誤的時候 幫他剝一把 那這三種他用一個攝影機 去看那個孩子的視野 就是是不是能夠掩飾也 注目在這個玩具上的時間 那你們應該可想而 就是想見最後第三種 是那個孩子在這個玩具上 待最久 他的注意力最久的一個時間 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想這個可以引申到 我們未來所有孩子的 一些遊戲跟學習 就是我們推給他 然後教他自己玩 跟這個 一直跟他指指點點 直升級父母的玩 其實都不是很適合 最好就是 讓他先探索一陣子 然後他的事實 給他扶一把 對 這樣子孩子 他的專注力才可以 在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漸漸養成 對啊 很多媽媽的疑惑就是 真的嗎 真的你說無毒 小孩真的吃進去 真的沒事嗎 各位朋友 何宇文來了 嗨 大家好 我就是 黃醫生日以繼夜 掛念者的好病人 宇文小姐 確定 但你一定很緊張吧 我很緊張 我對於小孩 用的東西非常緊張 可是我相信 自古以來就是 祖先傳下來智慧 其實媽媽跟外公外 外婆他們都會說 什麼最好你知道嗎 其實 玻璃製的餐 玻璃是最好 就像奶瓶一千 他們就是玻璃 你用一百度的水去滾它 然後就是百分之百就消毒 它也不會有 溶出什麼東西 但是玻璃有一個問題就是 像我這種情緒不穩定的媽媽 你會摔玻璃陰來的嗎 或是把它貼 對 就我覺得玻璃製的東西 對孩子跟對媽媽來講 都有一點危險 因為你真的會不小心手滑 然後我還是屈服 我就會換成塑膠 那但是塑膠的話 就是有在研究是 比如說什麼PP 什麼PES 還是什麼什麼 那個我就會研究它的那個 材質的 對塑膠的材質 然後之前就是有說 好像不鏽鋼很好 那不鏽鋼好像用什麼 304 403 可是你知道 那個不鏽鋼的吸管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很硬 然後我女兒常常喝一喝東西 她覺得自己渡自己渡 我就怕 就直接給它渡流血你知道嗎 所以不鏽鋼也是有缺點 那後來我就是用塑膠比較多 但塑膠的話 就是像這種塑膠的碗 那這個地方 就這個地方擺食物的地方 我可能會想說盡量不要有顏色 所以我個人 因為有時候你小孩子 你還是喜歡可愛的東西 你看這個地方是有顏色 好可愛 可是你就不要選這個地方有顏色 然後如果 7號 7號是什麼 我們叫聚乳酸 7號其實不安全 其實我們這樣分兩大類 一大類就是塑膠材質 一大類就是不鏽鋼的 對 那我們就看你手上拿那個 大部分這種餐具 都是 那美奈米是目前來講 如果新的是安全度OK的 但如果是用久它有壽命 大概平均兩年 當然你講到的 有刮傷那就不要 因為刮傷 它的刮傷地方 就容易釋放出這個 因為美奈米的聚合物質 三聚氰胺都會釋放出來 或者塑膠單體 所以它老化之後變黃了 或者有刮痕 那當然這不行 那其他的比較恐怖的 就是有顏色的 所以你剛剛選到 底價都是白色沒問題 所以材質你剛剛選的是 硬一點是沒錯 因為軟一點 雖然看起來比較安全 但軟一點 通常會有加一些 塑膠的阻燃劑 塑化劑 那這種都屬於神經毒劑 或者干擾荷爾蒙這種毒劑 那不鏽鋼很好 所以問題是 很多不鏽鋼 你不要選錯了 曾經有發生過 那個不鏽鋼 猛含量過高 那不純 通常剛剛你提到的三系列 就是常見的 304或316 那其實3004 就已經夠安全了 304大概就是 合金嘛 就是鋼跟 那個鋼跟一些 合金的金屬 譬如說 有的不會寫304 有的會寫188 那麼316等級更高 所以如果選這種 OK的 講到剛剛那個彩色的那個塑膠 如果真的全部都是彩色的 有白色 黃色 紅色 藍色 綠色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安全 如果沒有透明的話 根據 化學的分析研究 那個 紅 黃 綠 白 黑 最安全的應該是白色 跟黑色 因為黑色碳 最毒的就綠色 因為還有鉗 嗯 鉗跟各混合物 它這種叫金屬氧化物 最毒 陳醫師那如果小朋友 常常接觸這些東西 就是塑化劑啊 一些那個塑膠 或是不鏽鋼 它引發出來的毒 會造成身體很大的影響嗎 不鏽鋼其實是合金啦 它是合金 所以它可以同時加入某些成分 來創造出它需要的性質 那假如是猛含量比較高的話 有的時候會影響這個神經系統 有的時候會影響到情緒 有的時候會影響到心智 這個是不好的 那我們常常在講到說 這個塑膠類的物質 可能遇到熱會有塑化劑的危險 國衛院有一個長達13年的研究 他把孩子說每隔三年 兩歲五歲八歲十一歲的時候 幫他驗尿 然後幫他做那個評分表 這個評分表是有一點點 跟智商有關係的 結果他發現說 身體裡面塑化劑含量比較高的 前面四分之一的孩子 跟身體裡面塑化劑含量比較低的 後面四分之一的孩子 他在做這個評分表的比例上來講 少了分數 所以國衛院的這個研究 甚至可以告訴我們說 假如孩子接觸到塑化劑 不是我們以前想的說 它是荷爾蒙影響到生殖系統 它可能還會讓我們的孩子變分 真的還假的 完了我們已經夠緊張了 現在更緊張了 然後他甚至會發現說 孕婦身體裡面 塑化劑含量比較高的媽媽 生出來的女童 然後生出來的男孩子呢 他到八歲以後 有一些這個 那再來呢 這些孩子我們說 每隔三年驗一下 他身體裡面的塑化劑含量 結果發現說 他可能跟一些 相關性 那請問一下說 塑化劑代謝的掉嗎 因為我不能 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肝臟嗎 總是 因為也不能想以前的吃啊 何宇文 你突然這樣 第一發出 你覺得很緊張 對啊 你在感慨了 你在感慨了 你覺得很絕望的感覺 對 因為你知道總是 就是以前吃的 也不能計算了 對 那如果我現在開始我排毒 全部都持有不鏽鋼 然後我再也不用塑膠 那我多久可以排掉 可是宇文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其實 塑化劑一天 尿尿應該可以尿得掉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個長期 不管兩歲燕五歲燕八歲燕都是高 但是他天天都在吃塑化劑 可是每天大家都會用到塑膠啊 其實很容易 很容易 所以其實那個就是你的生活型態 我們也不要說很恐怖說 今天去 平常都做得很好 然後一天去外面 用了一個塑膠袋裝湯 就完蛋了 我今天這個不知道要何年何月 對 其實不會 你那個當天 你多喝水是可以尿掉 可是如果你天天都吃一樣的東西 或是天天都同樣的餐具 那就不是說 你看嘛 你尿的沒有吃得多 尿的沒有吃得多 漸漸它就會在身體裡面累積 像那個不鏽鋼啊 我姐之前就去那個迪叉尼樂園 然後就買了正版的這個不鏽鋼的水壺 回來送給我兒子 然後那時候就 就是少女心爆發 你看這多可愛 太可愛了 可是它上面的 米其頭不是不鏽鋼 是塑膠吧 它不是 它是身體是不鏽鋼 對 然後 小朋友就是常常有沒有 磕磕碰碰的 結果才 不小心撞到那個桌角而已 然後這旁邊馬上就凹下去 所以我就在想說 這個不鏽鋼 為什麼我們就是在 鎮迪士尼的樂園裡面 買這麼貴的不鏽鋼水壺 然後它還可以這樣 它是不是假的不鏽鋼 而且這個買起來應該一千多塊 它非常貴 它要一千多塊對不對 它要一千多塊 它是貴大米其的 它很輕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 那個材質不太一樣 它裡頭 也不容易喔 被弄掉了 我覺得不是看名牌 是不是名牌店 也不是說拿 有些人說 拿起來比較重 就一定是真的 然後比較薄 比較涼 就一定不是好的不鏽鋼 我覺得我們用這種五官 要來判斷合金裡面 有什麼東西 真的太天真了 那之前有人很天才 就說 那如果這樣分不出來 那我拿磁鐵 你記不記得 當時帶個磁鐵 說要帶個磁鐵出來 我隨身帶一個小磁鐵 如果磁鐵會吸磁鐵的 就是二字頭的 不吸磁鐵的 至少三字頭 是絕對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 簡單的做法 是我剛才講的 現在食品容器 照到底都應該要飆上 飆上 那如果它連飆上去 它自己是多少都沒有的 我覺得妳就要開始 抱持一個懷疑 我曾經也是很風靡 就是不鏽鋼的材質 覺得它是一個無毒的 然後在我生小孩之後 我就帶了一大筆錢 去世貿站 準備下手不鏽鋼 好可憐 再大筆錢 多大筆錢 你也想 世貿在下手吃了 拉著皮下去買 對 我就準備下手 不鏽鋼的餐具 全部給寶寶用這樣子 後來我在要準備下手的時候 有一個 比較資深的媽媽 年紀大一點 她就告訴我 妳要小心不要買這不鏽鋼 那很多是假的 妳真的沒有辦法 就像淑金姐講的 妳沒有辦法用肉眼分辨 後來有一次我到我朋友家 我發現她給小孩用的是 倒骨做的餐具 然後我就說 妳這個餐具感覺好像滿安全 又滿耐熱的 她說對 我就把它 我說可以微波嗎 她說可以微波 那我就覺得可以微波的東西 其實已經滿安全的 我說那 它真的是無毒嗎 我就幫請她 火燒她的餐具 妳說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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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火燒 有時候拿火燒她的餐具 燒出來是一個 真的是倒骨香的味道 我回去 就立馬買了這一組 倒骨的餐具 妳會覺得很心安 很厲害 但是這個可以進微波嗎 可以進微波爐 很可愛 這個多厲害 30度到120度 120度不是很高對不對 對 其實露裝一般食物 120度OK 不是說進微波 120度也OK嗎 不要太久 因為問題是這樣的 微波時間大概都很短 那我這樣看起來 不知道有沒有塑膠的複合材料 但是不要迷信說 以為倒骨的 或這種木頭的就很安全 家裡一定要配備一袋 那個UV的殺菌 為什麼呢 洗完之後 要放到乾燥箱裡面 接著要殺菌 那麼麻煩 是 因為它這種木頭的材質也好 倒骨材質 它會吸收水分 油脂在裡面 因為它毛細孔 那就烘乾就好了 烘乾完之後 它裡面還是會很發霉長菌 所以還是需要 妳說它這個肉眼看不到的 裡面還是會長 對 所以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比如說木頭的啦 或者這種倒骨材質 環保材質很好 沒有道理 但是最怕就是說 濕度過高 油脂在裡面 如果妳沒有把它烘乾 或者沒有在接的UV殺菌 很麻煩耶 為了買一個這個 然後去買一個UV殺菌的香 不過它這個外面的塗層 只要沒有裂 應該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但是有一些是會這樣子 在包裹矽膠 或者矽膠 矽膠算是相當不錯的塑膠 因為它那一溫度要兩三百度喔 那麼那一低溫 到零下九十度都很安全 我跟陳博士同一陣線 因為我就是幫小孩子 就是挑選矽膠餐 真的耶 妳好動喔 所以我的聰明才 其實可以跟她有試過 妳剛剛剛剛說到沒有顏色耶 有的 怎麼會 我的意思是說矽膠沒有顏色 是指別外面是白色還是臭 奶嘴啦 對 就這樣奶嘴那個原因 有顏色就不好 浪費到有那麼紅茶 很多啊 很多是沒有顏色的 真的啊 很多都沒有顏色 那蓋子或什麼系列 都是沒有顏色 那如果像這樣有一點點的顏色 對啊 我這也是矽膠 因為它是高綁 就是安全無毒的顏料 對啦 它是可以這樣宣稱 裡面如果沒有重金屬 因為如果它的確它顏料是沒問題 那就OK了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最矽膠是可以淨微波爐 可以 它耐熱溫度很高 然後第二個是它摔不破 對 因為小朋友很容易吃飯 你就一揮 然後你餐盤就掉地上就破了 那你這樣還要去擦地 然後還要去剪這個破碗 還要去訂個新碗 就很麻煩 而且你看它有多棒 它就這樣然後就黏上去 它是有濕潤 對 它可以黏著 拉不起來 而且矽膠脂花 它很脂花 對 它很脂花 但是它這個用久也是會有刮痕 所以我是大概都 半年就會換一次這樣 你都很以為一樣耶 就大致若語 什麼大致若語 就是人生充會 掰掰 其實它 這樣子的挑選方法 算是OK的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已經不錯了 就是說第一個它選的材質 矽膠是現在普遍覺得是 還相對安全的材質 可是第二個部分就是 它們一定要漂亮的話 這個就比較麻煩 是因為 一般它們在染色的過程中 當然它可以標榜 它是天然 無毒 什麼的染劑 但你可能看 它會不會有相關一些認證 表示它是真的安全的 可是我常常覺得 大家都會關注在這些什麼 餐具上面 可是你們想過 它們在吃東西的 比如說那個圍兜兜 有些防水 圍兜我也是挑選矽膠材質 對 真的 因為你知道那種 看起來防水的東西 有的時候很大的問題 我印象最深刻是 有一年迪士尼 它光 它連衣服都被驗出塑化劑 我想說 為什麼迪士尼出的衣服 會有塑化劑呢 結果你坐在哪裡 它不是都有那種 膨起來的可愛的圖樣子 那一片就可以 光是那一片就 它術化劑超級超標 廢腰球能收 所以有時候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圍兜兜 是一個都是超級防水幹嘛 你要考慮說 它那個材質 到底是什麼樣的材質 這個也是要避它的重點之一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 坐這邊這個表格 假如要選塑膠類的 當然我們平常 剛剛有講到的奶瓶 請記得 其實這個 有一個三角形的符號 不要選上面寫7的 我以為你那個是7 這個聚碳酸子 有的時候你上面刮傷 或者說太高溫 或者說這個太酸的食物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讓它 那有些時候呢 它這個如果上面寫7的 我們還要擔心 剛剛提到了一個叫 那美奈米呢 有的時候它是裡面會有這個 這個都會影響到腎臟 影響到孩子身體的健康 那如果各位要選 好一點的就是 245號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太高溫 真的不要 你不要說把它 2號 4號 5號沒關係 所以我放進微波爐裡面 我還是建議 如果要放進微波爐 盡量用這個玻璃盤子 或是磁盤 這樣會好一點點 2號 4號 5號怎麼寄 怎麼這樣 你好棒喔 因為是買不到嗎 25 寄起來了嗎 你說其實兒童餐具裡面很少 245 有啦 其實有 還是有 還是挑得到 尤其是你去外面買那個 就算我剛剛問人家說 你用紙碗裝的 可是它上面有一個蓋子 對 你看那個蓋子上面 如果還是可以寫個5 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塑膠類 講奶瓶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挑選 玻璃奶瓶 那如果上面有特別寫說 不含雙分A 不要講玻璃喔 如果你說玻璃實在太重了 我又怕破 我就挑塑膠的 就盡量挑說 不含雙分A的 這樣會比較好 了解 再來我們講 矽膠類 矽膠類呢 我們還是 看看它上面的成分 盡量不要有所謂的 聚率乙烯 這個叫做塑膠材質 真的是不好 會釋放出塑化劑 還是令我們會比較擔心 而且它耐熱的溫度 可能只有60度到80度 再高的溫度 它就沒有辦法耐熱了 再來就是 剛剛講到的不鏽鋼 不鏽鋼呢 我們剛剛 盡量不要買到 200系列的 那我自己家裡面 我知道我老婆 她自己去挑 都挑304或是314 304 了解 好 剛剛講的是 用品方面 簡單來聊一聊就是呢 關於小朋友 常常會塗鴉的一些東西 可是呢 我們這些東西 到底要怎麼跳 這些塗料要怎麼選才對 像有時候小朋友 他們在畫畫的時候 很專注嘛 媽媽就覺得 我終於可以 就是稍微休息一下下 對 那有一次呢 我們家的兒子一歲 然後我就幫他 準備了畫紙讓他畫 然後他跟姊姊兩個歲 兩個在那邊畫 我想說 讓他們去畫一下 我去忙一下我的事情 然後剛好差不多 下午4點鐘 我順便準備點心這樣 然後大概過了10分鐘 都沒有叫我 我就看到他們兩個背對我 然後我兒子一直這樣點頭 不知道再點什麼這樣 好 然後再過10分鐘 我就這樣 寶貝 都沒人理我 布朗尼 我兒子 布朗尼 沒理我 一直點頭 然後遠遠看到我女兒 拿一支蠟筆這樣揮 我心裡就覺得不妙 我就走過去看到 我的天 我的兒子全部都是顏料 然後我女兒立刻站起來說 媽媽她偷吃蠟筆 因為她就是為她吃蠟筆 然後我兒子就從這邊 就是還有那個蠟筆 所以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 她的點頭是在咬東西對不對 她在點頭 那妳敢問她哪個顏色 口味比較好 對喔 她的意思就是白色比較好 對啊 然後那一次之後 我就在想說 對 蠟筆這種東西 小朋友都會拿來吃 對 怎麼會沒有天然無毒 可以拿來吃的 好不容易在我找到 在日本他們有一種蠟筆是 蔬菜蠟筆 很可愛 它全部是用蔬菜 然後跟食用油去提煉 那妳買回來 它其實不便宜 一盒才十支 然後呢每個顏色 它不是標顏色 它標 蔬果的名字 喔 很可愛 很可愛 可是買回來之後我們更緊張 因為太香太好吃 妳現在就吃完了 妳的肌目是一樣的道理 媽媽妳這蔬菜放 從日本帶回來都特別好吃 而且她邊吃還邊說 媽媽一天五五蔬果 真的 我自己吃完 而且五種顏色都孤單了吧 真的 兩天就吃完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那蠟筆可以 那我想那個黏土 因為小朋友很喜歡玩黏土 那黏土上面有很多的顏色 我會很擔心 所以我就上網去爬文 然後做了一些研究 就是其實一般媽媽都可以用 家裡的一些食材 就可以做成 這妳自己做的 這我自己做的 顏色好漂亮喔 這隻藍色妳用怎麼做的 就是它其實是麵粉 中筋麵粉 然後加鹽巴 因為鹽巴會讓麵粉凝固 然後再加一點那個植物油 然後這個顏色很可愛 它是用食品級可以食用的顏料 那它這會不會久了 如果說一直放在那個空氣下 會不會就乾掉 它容易乾 這我剛做 所以妳可能那個顏料還沒乾 對 但是它就是妳做好一次 大概三到四天可以讓它玩 好聰明喔 這不錯 這好棒 跟大家分享 這媽咧 然後現在很多這種畫畫用品 顏料類 它其實都是標榜 安全無毒可以吃 就是他們的賣點 那我覺得 而且他們是隨便說說的 好漂亮喔 他們安全無毒 真的不是隨便說說 它有經過這個CE 就是歐洲的CE認證 這裡 那有些是會ST 就是台灣的安全認證 對 所以它的確是可以吃得沒有錯 很安全 但是妳是一個媽媽 妳親眼看到妳的孩子拿著蠟筆 然後一手拿著顏料在大課的時候 妳就會心裡會冒出一個問號 想說 這樣真的好嗎 就算它可以吃沒錯 所以我覺得在挑選這種顏料 在我畫畫用品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除了安全無毒以外 我會特別找這種 它有包邊 你在畫畫的時候 像剛剛說蠟筆 很容易吃到 可是它有包邊 所以你在畫畫 小朋友想吃的時候 它就吃到這個硬硬的部分 對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設計 就還滿好的 妳一定是說 其實包邊 包邊是不是比內容物更好呢 我不這麼覺得 妳就是說它有沒有啃木頭的話 它的包邊是要選安全的食物 跟那個有經過檢驗的那種塑膠 對 像這個是安全的塑膠 我先給大家一個觀念好了 就是比如說 大家在看到蠟筆的時候 我跟它一直在討論 它怎麼吃怎麼吃 它重點本來就不是給妳拿來吃 它在畫畫 我會很小心吃下去 對 所以我們不是拿 到底好不好吃 或者可食用為靠 它是安全無否 可是妳剛才說那個包邊 我印象很深刻是 之前很多人都在想說 如果是鉛筆 千萬不要吃到中間 中間那個就是鉛 所以咬外面沒關係 沒有 如果真的一支鉛筆 它裡面那個叫做石墨 它反而沒有鉛 它反而是外面那一層鉛筆 讓它漂漂亮亮那個圖料 可能會有鉛 真的 所以就是要選整組 都是CE人 對 妳要整組 它是CE人 不是自己在那邊說什麼 因為我們重點不是要給它吃 因為妳想想看 如果把它拿來吃 它真的一直吃 它也不會理想 因為那種東西要讓它保存 不會壞掉 它即使是可食性原料製成 它也不可能不加其他的防腐 對 為什麼他講到 顏色會有重金屬 其實在化學的觀點裡面 它有兩個系列 一個叫做顏料 就是顏料 它是有金屬氧化物 那個金屬氧化物 它本身會有顏色 紅色色系可能會有鉛 黃色也是會有鉛 綠色大概會有鉛 那這些重金屬 因為它金屬氧化物 所以會吃到身體裡面 那這些相對的對人體 是有一定的傷害的 有一系列就是有機的染料 黃色的跟紅色的 那個40號那一種 是可以吃 食用的 食用色素 但是很多學者研究 它會造成小朋友的那個 注意力不集中 過動 所以就算這些有機 這個色料 染料 它也是不能吃的 大概有五種重金屬 是我們的對人體危害最明確的 就是 那剛剛講塗料裡面 就是中間這三個嘛 千 黃 個 這三個是有可能會出現在 塗料裡面的 而且以前我們兒科都會很特別 有小朋友如果說有些智力 或者是開始有點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問說 你都在哪裡玩 因為過去在很 以前那個 他們的油漆可能都含鉛 那些小朋友可能在一些 舊房子裡面 然後撥那個油漆 然後這個可能舔一舔啊 或是拿來幹嘛畫畫什麼的 對 那他們就可能會 因為這樣而簽中毒 真的 因為就知名就是要簽單嘛 就是它那個最主要是 防鏽期的成本 它看起來就橘橘的那一層 古代你一定有看過 他們裡面會先塗那一層 再塗顏料的部分 對 會防鏽 對 就會想說簽到底要怎麼 進去身體裡面 就很簡單嘛 塗在皮膚上 然後從鼻子裡面吸進去 或者說從嘴巴裡面吃進去 就是這幾個管道嘛 那它進去到身體裡面 它可以存在骨骼裡面 也可以存在 所以如果比較大量 在身體裡面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牙齦跟牙齒的交界處 會有一條 那不是牙結石嗎 正常人不會有啦 正常人不會有 那是比較大量的人才會有啦 那通常在身體裡面 如果量不是那麼大 但是慢慢累積起來的時候 就是耳心耳吐 那有的孩子會開始造成 出現了癮血的症狀 中樞神經的影響 在小孩子 比較大量的 都偶爾都可以健康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那個水管寒遷 才會鬧得那麼大 對 所以最近有一項症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心到 現在都換掉了嗎 已經全部提早完成 台北市幾乎都已經換完了 可是如果照這樣說的話 那我們就開始可以喝深水啦 但是問題就在於 最後關還沒有 當我們把台北市那個 輸送水管的裡面 這些寒遷老舊水管換掉之後 問題在於 你家的這一頭呢 我家的 你家的水龍頭呢 你家的自己的這一邊 現在水龍頭還 不是都是不鏽鋼嗎 你看我就想說 對啊 好像有人跟我想的一樣 好多人都覺得 我們家的水龍頭 看起來閃亮亮 一定都是不鏽鋼啊 對啊 所以不鏽鋼跟鉛有什麼關係呢 那個不鏽鋼的 就是不鏽鋼的顏色跟那個 就是 對 所以大家都想說 有鉛的水龍頭 應該看起來像鉛筆的顏色 所以會不會 沒有 它就跟你一般看起來 水龍頭一樣 就是這樣亮亮的 因為它外面會度上顏色 所以你是說 我們水管都換成五千的 但是我們水龍頭可能有鉛 我們水龍頭可能有鉛 所以之前曾經有一 我記得有一家電視台 他們去做一個調查採訪 然後他就去抽驗 那個一般的居家水龍頭 高達五個裡面 只有四個它都可以找得到 是嗎 像我們標檢局 他們就開始就是說 有一個定了一個標準 就是至少可以讓你選購標準 叫做 比如說第一個 你是飲用水的部分 至少要注意吧 你想說我洗的 要不要注重到我皮膚 你可能可以先想一想 可是比如說飲用水的水龍頭 那你就是用無鉛水龍頭 像無鉛你會看到就是 很厲害 就無鉛嘛 寫好大量的 對 它就寫無鉛 可是只會把這個外包裝扭著 對啊 你要先有鉛 我根本住進去 那個水龍頭都已經安在那裡了 對啊 對 所以無鉛還有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它 通常本體上面也有標記 本體上面 你看這裡 你會看到 無鉛 LF就是無鉛的意思 對 你看有一個想看 它是有CNS的8088的 LF是無鉛的意思好 那是現代的 早期就沒有 沒有辦法 新的啦 新的啦 2017年之後 你會可以看到 推出這樣的產品 所以下面這個也很重要 就是它CNS的認證 可是它不能 如果它自己寫無鉛 不代表真的 要有一個認證 這是標檢局的認證 它有標檢局的認證 就是確定 就表示說那這樣子 你出來的 你的水的鉛含量 就叫5PVB以下 那無鉛不表示它是0 但就表示說它整體的 含量要低於 應該是0.25%以下 那所以如果照這樣說 如果全部換掉 它其實我們的水 應該是可以喝了 對就表示 如果你是在台北市 台北市 然後你的管都已經換乾淨了 然後到了你家的水龍頭 也是使用這種認證過的 無鉛的水龍頭 那至少 我們現在家裡的 如果是超過10年 20年 比我們買的房子 通常風險很高是有鉛的 對 因為我就跟你講 2017年我們才正式 對這件事情 有一些認證的標準這些 所以我搬家了 搬家了 所以我只要看LF 你不叫我搬家 不然我家住 你家不見好不好 你不知不知道 你家哪一棟了 他其實搬到天啊 還叫 還叫 什麼意思 搞笑 我們不能有一個LF嗎 Line Free的手機嗎 真的 Line Free 專門跟我合語文的 真的 那我要換 但是這個 而且我其實覺得 你有時候你去換的時候 你就算 有時候你真的拿起來就知道 他們相對用這種 很重 因為為什麼要用無鉛呢 就是說 以前的有鉛含量比較多的 事實上它比較好塑形 所以他們會覺得那樣比較好做 所以無鉛反而你做起來比較難做 然後通常你會覺得 入手有時候真的相對比較重 如果真的我們要換的話 是不是建議先換廚房呢 因為廚房用就比較 就是 那洗沒關係對不對 洗滴如果你家真的 你覺得預算有少到 我的意料都要換了 你都已經得了金鐘獎了 你是一定要有鉛的嗎 他不想把這個金鐘獎拿去賣啊 就花一點錢 錢套全套 還購 這個如果真的要的話 先從廚房看 就是飲水用的部分 你用水的啊 他可以用的 好 剛剛講的是一些關於 小朋友喜歡圖圖鴨鴨的東西 現在呢 要聊的就是 小朋友最喜歡抱著睡覺的 或是吳師哥 要抱在身上跟他這樣親來親去 摸來摸去的 玩具 玩具真的小朋友很容易啊 買一些什麼絨毛娃娃 塑膠用餅等等的 那些有要很小心嗎 就是絨毛娃娃一起睡覺也不行 因為這種絨毛娃娃 他最怕就是小朋友 有高溫啊 或者是有燃燒啊 所以他這種絨毛娃娃會放進去煮燃劑 那煮燃劑這種 比如含秀的化學物質呢 他這一種所謂的 內蜂蜜的干擾劑 就是類似 剛剛提到環境荷爾蒙那個意思 所以他是會經過所謂的 精疲毒 就經由皮膚啊 吸收進去的 不一定要吃進去 當然有時候小朋友會吃嘛 會吃進去 會吃會咬 他會咬耳朵 對啊 那如果是這種塑膠類的絨毛玩具 它還會有一個 就是有機容器 它的製造過程上有機容器 那有機容器最擔心的 就可能有小酮 這些問題嘛 傷害神經系統 對 那麼如果這些都沒有 還有個問題 台灣這麼溫熱潮濕 所謂的 酸碼 黴菌 對 過敏 對 就過敏 所以有很多的風險就是這個 是 所以要 或者是要 有固定的換心 這種的布的 柔毛的玩具 那另外剛剛提到 一種塑膠類的玩具 大家最怕就是提到的 塑化劑 一定要軟軟的 又要便宜的 大概都是 回收的塑料 再添加塑化劑去做嘛 那除了這種塑膠 有塑化劑之外 它一定會有 除燃劑 或者所謂的這個 潤滑劑 防曬劑 等等這些東西 一樣會老化 那老化一樣釋放出來 所以當你的玩具 如果有黏黏的 或者放兩年的 已經覺得有老化 烈化 那這個是風險高 還有顏色 顏色一樣提到 剛剛提到 塑膠一定要加顏色 漂亮嘛 那有的顏色是塗上去的 那也一樣 白色 黑色 安全 其他的 有的顏色 紅 綠 黃 剛剛講到那個塑膠積木啊 就是我講的心裡也是很害怕 因為收到一組 五顏六色積木 然後我一打開來 想說 怎麼聞到有一種 刺鼻的塑膠味 然後想說 可是人家送了 丟掉又不好意思 然後又要 轉賣啊 轉賣 對 我現在知道了 而且你不是用轉送 你用轉賣更過分喔 欸 拜託 這就是 就是 解釋 對 解釋 轉送都是送認識的 轉賣都不知道是誰 轉賣比較容易發現 你這樣沒有道理 你這樣沒有道理 你沒賺嗎 我跟各位講 我以為我的賬號 沒有 我是轉賣沒有錯 但是我轉賣賺 賺到的錢都已經出去了 好 下次我學起來 反正我就是 先把他拿到陽台去通風 然後讓他就是 味道散掉 沒有了 好聰明 對 先拿給小朋友玩 然後玩一玩就很開心 然後就說 媽媽你看我做了一個蛋糕 好好吃喔 然後太入氣就 他吃了 然後我想說 剛剛那個味道那麼重 我就這樣 一手就把它灰掉 我說不能吃 然後他就 跑去跟爸爸說 媽媽不讓我玩 刺激木 然後還是讓我吃自己做的蛋糕 然後這麼小 兩歲嘛 我跟他說 這裡面有塑化劑 他又聽不懂 後來我就去買了一組 原木的木頭 想說比較安心 你怎麼吃 我就 我就不怕嘛 對 結果後來他就拼一拼 就原木比較重 然後又堆不出他那個形狀 他就說 我不要玩這個 我要那個那個那個 之前那個有塑化劑的那個雞木 我要玩那個 好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很苦吶 後來 我就上網找到那個 這個 這個很厲害 是不是 然後 米雞木 它就是這種 而且它真的有米香味喔 對 它有一個 它也有那種 小孩子 就是從寶寶用開始啃的固執 對 然後是米香 它這次還有顏色的 它有些是純色的 它這個顏色就是說它 好可愛喔 就是 它都沒有塗料 然後都是天然的 然後用國產米做的 但這一組好貴 你國產的就是固執器啊 這個 這個就是固執器 用國產米做的 會比較Q嗎 這是米做 日本國產 但是 它 它在一組積木上博士 是有刮痕 我不知道是咬痕 這個是OK嗎 它說它這個是天然的 它不是塗料 就是它用一個天然的 但是它有刮痕是沒有關係 使用色素 它的顏色 可以怎麼證明它是不是真的 那個天然的 因為天然都會褪色 因為天然的顏色都不穩定 所以為什麼大家不喜歡 天然的顏色都會褪色 如果會褪色 如果會褪色那不會是天然的 會 所以它的顏色有不均勻 可是我怎麼知道 它就是這樣 它就是這樣 因為它不是塗上去 所以它就是 會有這種白白的 白白的顏色 或者是有一點點那種 有耶 它有點像是我們的 流汗那種汗漬的感覺 所以是買來就這樣 對 是買來就這樣 對 所以天然就是這樣子 它美觀度就比較差一點 那所謂的顏色的這個 鮮豔度也比較差 如果你放在太陽底下 可能每兩天它顏色退掉了 那可能黃色的變成白色 因為它天然的不穩定 不過它就是貴 可是它清洗比較特別 就是它不能用我們一般水洗 或噴酒精 它就是要用那個 擰乾的濕布去擦拭它 因為它是擰嘛 擰就是不能用那些 所以它很容易長霉對不對 對 就怕這個水分啊油分啊 那這樣小朋友吃一吃 不就是上面會有很多 所以要通風啊 那這個 這裡要紫外線喔 如果有的當然最好啊 固定擦環之後是轟一轟 紫外線殺菌啊 所以為什麼 在台灣買的比較有品質的玩具 甚至它上面還會寫說 這個玩具適合幾歲以上的 有些年齡太小 真的會把這些東西 放到嘴巴裡面去 那我們就要擔心它 到底裡面含有什麼成分 塑化劑的成分 甚至於它染料上面有沒有含鉗 含一些重金屬成分 那我額外還要多提醒一個就是 既然我們知道孩子這麼喜歡 把這些東西放嘴巴 所以你的玩具 盡量不要找 如果你真的吞了一個東西 就真的非常的危險 好笑耶 水銀扭扣電池 我們小兒科的教科書裡面都說 如果你不小心吞了一根 打開的微紋針 那真的可能要做手術 看一看內飾鏡 能不能把它拿出來 但是如果你吞的是 關起來的微紋針 那可能還沒有關係 就是每天觀察它有沒有從大便出來 但是你吞了一顆水銀扭扣電池 你就不要想說 它會跟著大便出來 我等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一天 兩天 不能等 你去醫院就要跟醫生這樣說 醫生是 緊急手術 緊急內視鏡 直接把它夾出來 因為它微小的放電 可能會造成你的食道穿孔 那麼恐怖 可能造成你的胃穿孔出血 真的會出人命 但是如果不是水銀電池 是三號四號長血的 那也太難說了吧 那個也不安全 那個也不安全 那個也是不安全的 你小孩有吞過這麼多 沒有沒有沒有 吞什麼電池的不安全 不是在你的問題 我覺得很恐怖 這真的很恐怖耶 我覺得這個電池 對 可是真的水銀電池 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而且那個小小的 那個很小的 你曾經有孩子 但是在四個小時到急診室的時候 就已經在吐血 噢 噢 不要聽 不要講 不要講 它那個微小的放電 就已經把那個 食道壁腐蝕進去 然後到血管 血管已經破了 但是我要提醒另外一個東西就是說 很多人都說 哎呀這個都已經認證過了 它就鐵定安全了啊 然後於是會遺傳 一帶傳一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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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環保嘛 然後又節省嘛 大家現在流行就是 衣服穿舊的給另外一個別人家穿 比較好戴 玩具玩舊的給別人 可是如果你是塑膠類的玩具 有時候我不建議那個舊玩具一直傳承下去 因為你要知道 第一個我剛才還是強調 塑膠類玩具它會老化 所以它本來安全 到後來是不是安全不知道 第二件事情是 為什麼我會強調說 我不是為了促進經濟 所以建議大家買新玩具 因為你會發現玩具的這些安全標準 一直在更新 所以新的玩具 它發現更多東西是不適合使用 越新的標準的這些玩具 它的安全度越高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我們現在 你會發現你去買幾年前的玩具 那個時候可能某些塑膠機 它都還可以使用在裡面 所以我建議說 玩具的部分 有些東西你可能就是 如果真的想買 就買比較新的 那些很舊很舊的 有些該淘汰就淘汰 因為它可能不只是塵膜的問題而已 它還包括這些 以前的規定不一樣 或者是塑膠的老化 這些零件的劣化 其實暗藏這些 你沒有想到的風險 那到底這些玩具要怎麼挑 不要讓孩子碰到毒玩具 黃醫師可以教教我們 好的 所以像這個 我們碰到塑膠玩具 或絨毛玩具 或有塗料的玩具 我想第一件事情 這個字很多 我們第一件事情 先翻開來看認證 這個玩具是幾歲可以玩的 你的小孩0到3歲 就要買那個0到3歲可以玩的 然後看有沒有認證 國內的認證 有包括那個一件 什麼CNS 一件穿巾 有ST 國外有CE 有什麼ASTM 反正你都可以找得到認證的 認證的話至少可以減少掉 我們現在這上面寫到一些塑膠劑的殘留 包括它有可能會有這個距離乙烯的殘留 或者是讓小朋友吃到一些不好的一些塑膠劑 那當然裡面這些塗層的刺鼻的氣味 這個不可能出現的 所以如果裡面有你玩具一聞就覺得這個怪怪的 那基本上這都不應該是可以通過認證的 那至於絨毛玩具的部分就比較麻煩了 我們可能還是要看你小孩的體質 你小孩如果有過敏體質的話 我還建議你就是拿那種 可以隨時要烘乾的 很多 在台灣其實你要塞到完全裡面 整個絨毛都乾 我覺得絨毛玩具很 可是問題是照理說你那個絨毛 其實是石油材質對不對 對 你可以烘乾嗎 所以我說是那種 就是有一種布娃娃 它是可以烘的 它譬如說只有頭 米老鼠就跟討好一樣就是有毛啊 對 真的痛苦耶 這比較麻煩一點 而且不要忘記了 其實我們空氣中有飄很多的粉塵 裡面通通都有絨畫劑 所以那些粉塵就會吸附在你的絨毛玩具上 當它抱著它 舔著它的時候 粉塵太多了 粉塵太多了 PM2.5飄進來的 你的電腦噴出來的 也會有絨畫劑 通通都會有 所以小朋友的絨畫劑最大的來源 第一個就是他去舔地板舔這個空氣中 或者是附著在我們家具上 第二個就是有一些是媽媽的化妝品 什麼的等等 反而餐具大家都很在意 反而還越來越少 所以這些東西如果你有個絨毛玩具 哇 你噴個香水 你化個妝 搞不好那個都會挑上去 對 然後你那個空氣中的這些東西會吸附在我們 還有那個髮膠 對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們不要搞得大家很緊張 但是真的你如果能夠洗 還是盡量你就挑選 可以洗可以烘的材質 那這樣的話 你的孩子至少不管成蠻黴菌 或者這些化學物質都可以 多多少少清除掉 讓它玩得也比較安心 可是我比較好奇是 剛剛你講到這個回收3 還有回收7的標誌是比較好的 所以245就是245 對25的25 這跟我們剛剛講的食材是一樣的 玩具如果它有標這樣的一個數字的話 至少我們可以確定 它不太容易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了解 今天其實跟大家討論很多 就是從日常生活中 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其實發現很多毒都在那裡 只能大家從日常生活中 慢慢的把這些習慣改掉 然後盡量找好的東西 或是水龍頭 怎麼知道它會影響到那麼大 對不對 對 好 也謝謝所有的媽媽的用心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記得上媽媽的小朋友 跟我們都問到這邊 拜拜 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很會念書 是個學霸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們 其實現在 電信前面很多媽媽的小孩 現在都在面臨考試的狀況 怎麼樣可以讓 說好念一點 考試考好一點 我們叫做這個 平時呢 就要努力 不然 臨時抱佛腳 就 大家誰都會緊張 那我想 重點是那個心態 我們常常都說 要讓孩子能夠有一個 Flexible Mindset 譬如說 或是成功 都表示你的大腦的肌肉 又再更強壯了一點 所以你下一次 就會比這一次好 你後天就會比明天好 要讓孩子平常 就有這樣的一個心態 他在學習上面 挫折感或緊張度就會下降 很棒 所以這個不是靠用講的 小孩子真正能夠有這種 彈性的思維 也是在他失敗的時候 你的表情 如果平常小考的時候 他一失敗 你的表情就 怎麼要這麼粗心 或者是 明明你就會啊 那我們碰到大考完 我跟你講這個 但總之大考的0分 我說很棒 也不用很棒... 很棒也是太假了 很棒 他知道說明明就沒有很棒 你在那邊給我裝什麼裝 對啊 所以就是基本上 讓他知道說 不管你考幾分 或你考那種什麼 我們呢 就是去了解 我們哪邊不會 我們去把它補回來 那你的大腦的肌肉 就更強壯了 等到已經大考要來的時候 我想做什麼都一樣 還不如帶你的孩子放輕鬆 早點睡覺 千萬不要熬夜 讓你的孩子知道說 爸爸媽媽平常就已經 陪你度過各種小小的難關 最後這一戰 我們相信你 你平常的實力 在這個時候 就忠實地呈現就好了 了解 阿姨教你們一個方法 寫個人出心 這哪一招啊 安心 吃說話劑嗎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人們還記得按下鈴鐺 不一樣 按下鈴鐺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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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天不 precisa